Linux核心设计 各位好 欢迎来到Linux核心设计讲座 那我们今天来探讨的议题是 整个Linux的 Process管理 那 Linux的这个Process 其实很特别 因为我们知道 Linux是遵循Unis的设计概念 但是又有很多创新的成分在 然后 我们稍后还会再提到说 其实Linux受到的影响 不只是Unis 其实它包含说 BSD甚至是其他的 Micro-Kernel有关的作业系统 这个可能我们 也会更理解 那除了这以外的话我想要来探讨 在说 Linux有些设计 其实是很特别的 像这个Text Track 那你如果去看这个结构体呢 你会发现说 这个结构体里面包含的项目质量非常多 除了处理器的状态 然后 档案系统 甚至这种追踪机制 那更有意思的地方是 你会在里面发现呢 会发现像Thread 就是所谓的这个执行序 那 如果在继续深究里面 我还会发现说像是集体管理 换个角度去思考 其实你只要看懂Text Track 它的主要栏位 其实Linux很可能已经懂了一半了 那我们在这个讲座里面 我们不会探讨这么多东西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 那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会去探讨一些Linux特有的一些机制 然后会去看说像这个 NPT 就包含说 执行序里的实作机制 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整个Process很广的东西 可以想象它就是这样一个容器 那里面包含很多议题 所以刚刚讲的 像什么档案系统啦 这些Signal啦 这些 跟记忆体啦 有关的议题 基本上都是在Process里面 那我们就挑几个议题 然后过程中呢 我们也会去探讨说像这个 Content Switch啦 还有排程机制啦 然后还有必要的Signal 那最近如果有看一些 台湾的一些社群网站 那你可以看到说 有一个 有一系列影片叫做 谁摔死的理性 然后 我不知道是谁摔的 但是很好玩的地方 是我知道Process是谁杀的 那过程中呢 我也会来探讨 让你更知道说 这个Process生命周期 以下的相关的管理 在这个讲座 我们这个讲座呢 跟过去的风格也相似 好 就是说我们会找一些材料 那 嗯 我们不会去制作 特别去制作新的投影片 但是 会带着大家去看一些 极有的投影片 或者比较 上比较旧的东西 好但是我们就从过程中 去让大家补充一些必要资讯 然后去讲解 那如果你需要更完整 或者说更 嗯 清楚直接的这个背景知识的话 你可以来参考 较大自动草 草效力教授的这个线上课程 那他大概用了这个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应该 正确来说应该是两个多小时 他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来做这个线上课程 那你可以看到标题 就是跟你讲说这些Process的管理 嗯 不过你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曹尔斯讲的议题是比较 嗯 比较保守的 他就没有提到说 Linux的一些新的新的发展 好那 我就相对是 正式讲说相对是在补充 曹尔斯的一些材料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来回顾 就是Linux的发展 基本上你看Linux的发展 会觉得很有意思 他虽然是一个做一种核心 但是他其实反映的事情 是反映到这25 25年 其实不止25年 好就是 你可以想说这25年的相对 就是四分之一个世纪 好 而且是在整个电脑硬体 云端运算好 你想得到一堆词汇 快速发展冒出来的时间 好然后 过程中呢你会看到说 Linux针对这些 变化 好做了很多取舍 好折忠啊 还有一些 呃 甚至还有一些纵观来看好 那所以其实你追踪Linux 你学习Linux 其实连带你也学习了是吧 整个资讯科技的发展 好 然后资讯科技发展呢 基本上少不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 Micro-Kernel 投影片 那这个投影片呢 是一个 作为系统的一个开发者 好 他他开发 就这个 这一个开发者 他是有一个作为系统叫Helen Helen Always 好 然后他是从Micro-Kernel的观点 好 然后这这本投影片很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他就是 做个平衡好 就虽然 很多人可能对Micro-Kernel有些 呃 有些初步认知好 肯定 但是你可能不晓得说 Linux其实对受到很多Micro-Kernel的影响 好 好 然后我们要讲 历史上会讲这个 四个人 呃 这四个呢 就是包含 呃 右下角是这个 第二代Micro-Kernel的 呃 灵魂人物 他叫Yohan Didek 然后呢 右上角呢 是 参与另外一个 第一代的Micro-Kernel开发 他叫做 Mark Micro-Kernel 那我们就基本上来来探讨这些 这些人物 好 好 然后 呃 主要 基本上你只要聚焦这后脸 呃 就是右边的两位就好了 这个 Vutual-Ration 他是第一代Micro-Kernel的这个 主要设计人 然后他也对这个 呃 然后他有一个 这边讲的VM是这个 这个 Vutual memory 虚拟记忆体 然后右下角的话是这个 L4 L4 Micro-Kernel 那这个东西你可能没有看过 但是 呃 四年前买的 就是这四年前买的 就是这四年前买的 那你很可能就是 里面就会执行到这个 L4 Micro-Kernel 然后你这边看到 也可以看到一些词汇 就是说 他在核心设计里面会有这个IPC 就是Interprocess Concussion 然后还帮助说 呃 更小的这个Cache Booking 那这东西对这个效能有很大影响 好 然后 呃 Micro-Kernel的想法就是说呢 他把很多机制 都搬出去到Kernel以外 那他竟然让Kernel做 最关键最经典的事情 好 然后 那他也设计的就是 Kernel做的是越少越好 那很多东西都搬出去 好像帮助装置去用程式的 或者是说一些 一些 一些 像档案系统啦 TCPIPStack 这种东西会搬出去 所以 你会看到说 在 呃 以使用者观点来讲 他其实就是这样 他底层就是有个作业系统 好 那很多服务本身就是跟 在我们画面中看到 应用程式的是跟另外一个 好 另外一个Server啦 或者其他程式做沟通 这些 程式之间相合作 然后 但是Kernel呢就很小 好 然后纵观来看的话呢 就会发现说 呃 你可以把它再 呃 切个成若干个 这种不同的Server 好 然后 在第一代的麦克克扣它叫mark 好 那mark的设计是说 它基本上要跟unis相容 它怎么做到跟unis相容 它里面就跑一个 就上面跑一个BSD 好 所以你看 所以就在这里 就叫mark 它有一部分的装置取用程式 但是其他地方跑在哪里 跑在这个 然后mark 之上 好 那所以我上面可以之前 BSD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BSD那些应用程式 可以在上面执行 好 所以放个角度去讲 因为这件事实做了这个unis的相容性 然后 所以你看 这个样的设计其实很有趣 就是说 它让 就是说 让作业雄核心变得很精简 好 但是呢 原有的相容性 那unis的相容性还是有 不过这个 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 就是基本上你在这画面中可以看到 呃 呃红色部分是cash miss cash miss 那你会发现说 cash miss呢 基本上很大 然后 呃 这个 所以显然呢 它就对效能会有很大的冲击 所以人们就开始去思考啊 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会 就原有第一代麦克尔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有些 它有显著的效能问题 所以在 有很力的 有很力的果实 它就在95年 其实它93年就开始了 就是它就开始 从事这些研究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把作业熊重新规划 好 把第一代麦克尔的问题 好 彻底去跟除掉 好 那它的做法就是说呢 它就是把这些 呃 把这个 像mark 麦克尔这些东西 把它做一个很大的调整 好 它就是 只留下最精简的设计 好 所以发现很有趣就是说 这个L4麦克尔呢 它可以很小 大概多大呢 有些实作甚至可以做到12k 大家知道12k是个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 很小的东西 这个12k是什么概念 要不然说像cache cache memory 甚至是 就是 它可以跟cache memory 相似大的空间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那当然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实作 那是 你可能好奇说 那作业系统本身这么小 那功能怎么办 那些该提供的功能 党类信用什么的 一样 也是放在user space 但是它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 让这些应用程式之间的 沟通的成本降到最低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突破 然后呢 也让这个cache的冲息变小 那这个很有趣 就是说在第二代麦克尔呢 它其实就是这样 它就证明说 这样的设计 即便是麦克尔的设计 还是可以达到很安全 接下来我们再讲这个第三代麦克尔 那第三代麦克尔 这种着重的就是像这样多核 还有更多的应用 我讲的应用就是说像是军事的 高度安全的 它就是让这个作业系统走向这个 甚至包含着航空 这个航空或是军火这些领域 那医疗也是包含在里面的 那所以总之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说 在第三代麦克尔就更在意这个 这种安全 好 那我们为什么要 明明就在讲linux 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时间讲麦克尔呢 是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然后这个认知呢 要帮来让大家知道什么事情 就是知道说 因为linux有很多概念 是来自这种 会受到影响 好 然后你会发现说 很有趣的地方是 就是马克尔在哪里呢 它是在卡内基美容大学发展的这个 作业系统 好 那它的作业系统 因为过往呢 功能一直追加 那整个units 变得非常非常庞大 好 然后所以像马克最早的目标 就是说把units 去无存在留下最关键的部分 好 然后其他功能在user level去执行 好 这个很重要 所以它会有很多不同的server 所以 马克这样的麦克尔 它会搭配 multiple server 好 然后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说 事实上linux 虽然它不是麦克尔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 它有很多设计 其实就是这种精神 比方说有个东西叫fuse 那fuse是什么呢 fuse呢 它就是 它让你在 使用者层级 去执行 提供这个档音系统的服务 所以这个 这是很有趣的东西 比方说 你可能知道在云端里面 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 档音系统 比方说这个save 那这个save在做什么呢 它就是 它是 它可以提供你在云端的 储存装置 大家知道云端呢 就是要做到非常多的这个 非常多的主机 真的非常跨越不同的 非常非常复杂的 网络 网络骨干 那我们要怎么让这些资料呢 可以跨越这个不同的 网络骨干 然后呢 又要做到储存 那即便机器呢 就本身有故障 或者说遇到一些不可预知的这个困难的时候呢 它还是可以持续运作 所以像这个就会有这个save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save本身呢 它就是建构在 像是 fuse这样的档音系统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那些储存装置 其实它是这样 它是 你可以想说它其实都是运作在什么 在user space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些东西 然后再除了这以外呢 就是你在 Windows上来讲的话 主流的这个桌面系统呢 是建构在 X-Windows Systems上 然后它的 影像的这个 影像的装置去用程式呢 像一些GPU啦 或者其他的显示装置 它是执行在哪里呢 它是执行在使用者层级 所以 我们过往可能对Device Drive 都有个 都有个认知啊 或者一个偏见说 反正都放在另一个核心 好其实不是 其实有一些装置就是 用作模式 好像X-Windows这样 然后 随着这个虚拟化技术的发展 好 其实我们已经很难界定说 一个作业系统 到底怎么运作 比方说 你打开这个 AWS的这个EC2 那它底下呢 可能是一个Zen XDN 就是像这种 它就是一个 Hypervisor 那它的架构大概是长成 架构大概是长成这样 就是说 你会有一个Hypervisor 执行在这里 那在它上面的东西呢 就是什么 各式各样的作业系统 所以可能有Linus 甚至其他的 甚至包含说 像BSD这样的一个系统 它都执行在这个Hypervisor之上 好 那这时候我们就发现 那这样Hypervisor扮演的角色 是不是很像Micro-Kernel 好 那Linus在执行在这上面 那到底 整个来讲 到底是什么样的架构 这个就变得越来越有趣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 就不是一个单一的追求 对吧 它就是变成一个非常多元的设计 好 然后 所以 我们回顾这个 我们快速回顾一下Micro-Kernel 然后我们主要是以Mark为主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你也可以来参照 我们之前有另外一个讲座 专门讲这个作业系统设计 所以不然说 像SEO4 或是其他的这个作业系统 不然说我自己开发的这个F9 Micro-Kernel 就是我们有另外一个系列讲座 你有兴趣就可以看 好 那要注意到一件事 Mark Micro-Kernel 他发展的 他是在学术界 但是呢 他获得巨大的商业财纳 他在1980年代 是非常成功的作业系统 所以一般来说 你现在看到像是 Micro-Soft Apple 这些公司 他里面的 作业系统开发人员 其实这样 或多或少都有参与Mark的开发 所以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有这些经验 所以Linus 他有很多曲径的对象 然后 那更 更要注意的一方是说 Mark Micro-Kernel 在一开始发展的时候呢 他就是针对什么 遜机体 他就针对多核心 的一个考量 然后他在很多设计来讲的话呢 他是定义的界面 是非常明确的 那这件事跟Linus开发 刚好是颠倒的 Linus开发很多时候是很不明确的 然后 但是呢 Mark是 花很多心思 而且他是 在商业上他其实是成功的 成功的这个作业系统 好 然后 所以对整个Mark来讲 他的这个 设计呢 是针对这种多核心 然后虚拟机体 所以基本上他很多设计 其实在今天我们讲BSD Linus都有很大的影响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另外一个以Linus为基础的一个作业系统 我都知道 叫Android 那Android里面呢 他虽然底层是Linus核心 但他的设计呢 他有高度Micro-Kernel的影子 所以比方说你看这个词 会啊 Tax Thread Activity Service 基本上这些用语呢 都是什么 这个用语呢 非常像 非常像这个 非常像 Micro-Kernel 好 然后 再来是什么呢 就是 在Micro-Kernel设计的时候呢 他就希望怎样 他就希望是成为一个有效 有效的一个 可以针对这个多核 有效的一个设计 那如果反过来看Linus 那你会发现说 在我们在真正探讨Linus的细部之前 我们来看这种历史变化 所以在Linus开发的时候呢 他一开始只有单一执行器 他是单一执行器导向的作业系统 然后呢 他的SMP 整个对多核处理器的设计呢 其实发展了十年 才 就是在发展之后的十年 才正式的纳入 变成一个 比较有成熟的设计 那之前做的事情 其实都很跌脚 所以 早期呢Linus 其实是可以之前多执行器 但是用一个非常跌脚的方式去设计 所以你看到 在Mark呢 这方面刚好是颠倒的 好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 然后 呃 后来有个东西叫MPTL 那MPTL 主要的贡献就是来自IBM 那IBM这样的厂商呢 大力的推动Linus之后呢 Linus的这个 多程序才变得更 更成熟 但是它里面还是有一些影子 这些影子是一些很 一些历史发展的影子 好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 就是说 呃 整个 Linus的多执行序 会有一些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说 我们知道有两个不同的这个抽象 一个叫做 grasses 一个叫做thread 那对应到中文就分别叫行程 那对应叫做进程 那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序 那对应叫做现程 所以我们讲执行序 跟这个什么 这些行程 那这两个地方 很有趣的地方是 Linus的实作呢 是把process 当做一个什么 当做一个容器 那容器里面有好多个thread 那这些thread呢 它到底是怎么去跟 Linus的内部 以及包含硬体怎么去对应 那么多处理器怎么去对应 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好 然后我们来看 就说在Linus的设计呢 你可以看到 里面有个系统不叫做clone 你先把这个词记起来 我们等一下再探讨 那所以 我们可以用clone 可以产生什么 可以产生thread 也可以产生process 但是呢 Linus呢 只做了一半的thread 在这个什么 在这个 在这样的一个设计来讲 然后 为什么有这样设计呢 其实有趣 它其实是为了解化这个thread的始作 如果要做出一个高效率的thread 所以实作者 其实需要考虑到很多事 那Linus做一些取舍 所以你看我们这边讲的标题 其实Linus在整个过程中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演化 一个很多thread 它当然Linus可以 Linus方向 它当然可以像是Mark一样 经过妥善规划 经过这些学术圈 整个公司 一起来思考说 要怎么去改善作业系统的设计 但是Linus有点像摸石子过河 边走边看 然后吸取很多教训 然后吸取很多这种认知 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什么是 在过往 过往Linus设计 它其实是牺牲这个thread的效率 所以它让Process的效率变好 但是它相对thread的效益 尤其在多核心的状况 都变差 那这件事已经在改善了 所以从NPT 所以可以想说 从这个世纪初 就是IBM Ray Hay 还有很多公司持续在投入 好 所以过往 这个thread是可用 但是效率差 然后你可以看到说 在2005年Microsoft Research 那有一份论文 那就是在比较这个 Linus的效率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最左边这一位 这个是这个 Microsoft自己的这个 研究中的作业系统 那后三个是真正存在的 那我们来看 这是2005年数据 而且这是Microsoft Research 反发的数字 所以在Windows那一栏 其实很有趣 你可以看到说 很好玩的地方是 比方说你看 建立跟启动一个thread 那成本最低的是哪个作业系统呢 很有趣 竟然是什么 竟然是Linus 而且Linus 在跟Windows相比 其实效率好非常多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然后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 这个thread year 就是说我们在原本的执行序 执行到一半 我把我现在执行 浪出来 给其他的执行序 那你会发现说 Linus也好 FreeBSD也好 它的这个 执行序的效率 相对是 是比较差的 那在Windows 这方面的效率就比较好 那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 Linus 是在过去 过去Linus 是牺牲thread的效率 那换取Perset的表现 然后 当然 这几年 就是说 这个报告是2005年 它探讨的对象 当然就是更早 这些人做一些 经过这十几年 其实整个Linus 很多行为已经很不一样了 然后 如果说我们今天去探讨 Perset跟thread 到底有什么差异 然后 很多学生 应该都可以背送出来 我想这个 尤其是大家在考研究所的朋友都很熟 这个 几乎是要做到目前等级 然后 你可以讲述一大堆 那办法就是说 科技公司的面试也会 很多是这样 会做这样的一个 会这样 会做这样的一个分析 或者去 去 测验 可是呢 有多少人看过 我讲的看过就是说 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一个执行单元 对吧 那可是你要怎么知道 Process的存在 你要怎么知道thread的存在 你当然可以 比方说 透过这种htab这样的一个工具 比方说我这个 我在电脑上有24核 然后它上面有好多个不同的 这个Process 然后Process 启动的命令是很多的 比方说你看 像我这边来讲它 执行很多job的程式 对吧 那除了job的程式 这边来发现 像这个Database 然后上面有跑这个 这上面有跑Docker 那你可以知道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可以知道说像这个PID 但是它具体内部到底是怎么去运作的 这是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就是它内部怎么实作 然后以及 以及当时提出这些概念 当时的动机到底是 好 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说像我们 来讲的话 显然你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说 这有24个核心 然后每个核心它的运作 工作量其实会忽大忽小 你看 相对来讲的话 突然现在好像没什么事做了 对吧 在这个时间点 工作量又增加 又减少 所以我们一直在这样的一个 一个变化过程中 那请问 这个变化的过程中 我们做 比方说我们做context 它的成本是多少 然后呢 这个每一个时时刻刻排成 到底做什么事 那以及说我们今天这个任务 到底是在哪几个核心在运作 你要怎么知道这件事呢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在这边来讲话 我们想提出一个概念 就是说 其实我们应该透过大量的实验 然后透过这个统计去看到这些 这些东西 就是你会想说 就像一个显微镜一样 那这些东西呢 基本上它是像 context speech的成本 它是microsecond级的 甚至有的作业系统 还可以做到更低的 所以我们今天测量的实验室 microsecond 就是microsecond来做单位 那是一个非常小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整件事很好玩 这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有个 物理上有个分支 叫做统计物理学 就是 是让我们今天所谓的量子 或者说更细致的行为 基本上我们不可能 是用这个望远 行为镜去看的 不可能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透过统计 去看出一个粒子 一个次原子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什么 这样的一个出现的几率 然后那好玩的地方是 这个领域呢 它已经非常成熟 而且这个领域其实也 创造很多的这种学者 然后最终的这些 研究人员呢 他也实际上对我们的半导体 对我们你我生活的 对生活的过程 就是底层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然后呢 今天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诶 其实我们今天要看 如果你要去看到 Connect Switch 你要去看到这种 International Sita Gitter啊 我帮你说这些 帮你说像在上面讲的 Process跟Spread 很有趣 其实你可以透过统计来做 那晚点我们来跟大家分享说 我们之前做了一些成果 好 然后我继续呢 来跟大家来 探讨一些背景知识 好 好 然后我们就 再一路这份投影片 那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 就是说 在整个Process呢 它其实是种抽象 它抽象是什么 就是你可以想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真正的 真正的电脑 它有很多很多资源 上面来讲的话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CPU 除了这以外呢 你可以看到记忆体 对吧 然后呢 所以我们做了一件事就是说 我们透过一些抽象 好 把这些细节都把包装起来 好 你不用去管呢 我该在哪一个 哪一个处理器上执行任务 好 那你只要知道说 我现在有多少个什么 我现在有多少个任务 好 所以你在画面中看到 大约有200个任务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可以知道说 我这样系统的负载 好 那甚至必要的时候呢 我可以去观察 好 像底下我在卷页 然后再看到这个不同的任务 好 所以我们可以做这些事 我们可以观察 我们可以做分析 好 然后呢 我们透过 process 这样的一个什么 硬体抽象 这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抽象 把硬体把它包覆起来 好 那当然 对最终的使用者来讲 其实看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这些一个又一个的程式 好 那所以你可以想说 这些 process 又把这些我们所知的程式 把它包装起来 好 那我们如果从二进卫去看 就是一个档案 一个程式 一个执行档 像Hello World这样的一个执行档 那它其实它整个 在整个抽象层里面呢 其实是一个环节 好 那我们要捡到一个东西 叫Virtual Virtual Space 就是说 事实上呢 我每个 process 你可以想到它是一个 相对独立的一个单位 好 我们设计的机制呢 好 就像你在画面中看到 像说 像是这样 我有个python的程式 在那边执行 好 那这个python的程式到底实际在哪一刻 好 我们 我们透过这个 process把它包装起来 好 然后呢 你可以看画面中可以看到说 我们这里有个Hello 好 那我在执行的时候呢 它可能需要一些什么 对应的Stack 那甚至可能发生说Heap 好 然后呢 更有趣的地方是 我可能需要跟其他的 process 共享一些资源 好 那我不管 中间做了多少事情 那它就像个容器一样 把这些东西包覆起来 然后 有趣的地方是 你在里面写程式 比方说你用西元写程式 那你存取到的东西 就是透过指标去存取资源 那你存取到的 你的指标本身 它就是一个数值嘛 它就是找出记忆体的不同位置 所以比方说 我从 我从这个0 到右边这个FFF 这些什么 这个记忆体去断 那我透过指标去存取资源 那做一系统去确保说 哈喽 可以在做一系统的协助下 去存取资源 但是我也要做那个保护 比方说 我硬要存取超过 超过画面中的范围 该怎么办 那做一系统就要必要的一些处置 要么就是禁止这些行为 要么就是 让这样的行为 就是 比方说让这样的程式 就不再继续执行了 好 然后你在Linux上 你可以透过LDD这个命令 那这个命令可以干嘛 可以知道一个程式 它动态连接 好 就像这个Gate这个程式 在多数的Linux上 它都是动态连接 那比方说 我就可以去看到它的相应性啊 比方说它需要 压缩的这个韩式库 所以有个东西叫 LibZ 然后再次它是多指进去 它就用Pframe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真的好玩的地方是右边的 你们看到这边有D值 所以这个D值呢 就对应到什么 对应到上面这个跨面 那你可以从这个D值的变化 可以知道什么呢 它是在哪个区段 比如说像 这一个D值呢 相对比较高的 所以注意到 这边有什么 7F开头的 那这个FF是 如果全部是FF的话 7F就是一半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些共享的这个韩式库 它其实排在哪里 排在这边 那左边的Hello呢 是放在比较低的位置 再来是说呢 你可以在Linux里面 看到一个东西 也是很好玩 叫做VnAreaStruck 那所以你看 在Linux来讲呢 它用这个 VnAreaStruck 或是我们说起叫 就是叫VnA 我在VnA里面呢 去表达一个这个Process 所以最终呢 你看到的 就是系统的资源 比如说你画面中 可以看到 它是7.76Digabyte 然后 跑完内容是什么呢 在我们每一个 每一个Process呢 就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把它抽象起来 所以你事实上呢 你在存取这个Process的时候呢 会透过这个VnAreaStruck 它里面会去记录一个 比方说我这个虚拟地址 开始 从哪里开始 那从哪里结束 可以来思考一下 就是说 它从哪里开始 从哪里结束 然后再次说 我对应的权限 像比方说像画面这个地方 在我每个区块 我可能会有不同的权限的期待 比方说Hello这一段 你这个是放这些机械码的 那我不希望说执行的时候 这个机械码被创改 对吧 所以比方说这一块呢 我就可以设定成 它是可以读取 也可以执行 但是不能写入 然后反过来说呢 像这个Stack这个地方 这个Stack 我肯定要让程式 比方说这个Function Call 比方说我递回 递回本质上就是 大量的Function Call 那这些Function Call 我需要透过Stack去执行 所以我这边又需要怎样 可以设定成 可以读取 可以写入 但是你在上面 它基本上是放资料 你不想要在上面放 不想可以 不想把这个真正可以执行的程式码 放在这里面 那 所以为了安全的考量 我会把我们把设定成 可以读取 可以写入 但是这样 不准执行 所以你会发现说 看起来好像是线性的 从左边到右边 是一个线性的地址 整个定值的范围 虽然是看起来很大 而且看起来是线性的 但实际上 每一个区段 会有不同的是什么 这个全线的设计 这我们就称为叫Protection 就是比方说可路 可信 可执行 这些 那当然有些区段可能会设计 只能写入 但是不能读取 通常这些区段就对应到一些周边 比方说这个 网路卡 它在某些模式下 我们就要说只能写入 我就是把资料写 写进去 然后透过这个网路装置 把资料写出去 那读取的时候 是从另外一个区域读取 然后再次 这里面有个很好的东西 叫Bookkeeping 我们事实上就是说 这个Bookkeeping这个字 对应到中文的话 它就是那种记帐 就是记录 它记录东西很多 在另一个事实上 这个字常出现 比方说时间 我们之后会有个系列 会有个讲座来讲这个时间 记录时间也会Bookkeeping 然后去记录说 这个资源使用 也会有Bookkeeping 这个东西是很常见的 好 然后如果说我们看得更细 去看一个Linux的设计来讲话 那里面有 就是有个东西叫Adminstruck Adminstruck是什么的缩写 是叫做记忆体管理 所以Linux有个 专门来做记忆体管理的一个结构 那 这里面 就 跟Process有关 然后在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VNA 还记得吧 就是Virtual Memory Area 那 这个VNA呢 他就可以看到这边有什么 就比方说这个程式 程式的本体啦 包含说这个Data啦 共享韩式库的部分 共享韩式库像这个 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会这样子 这样串接起来 然后这个东西分别 对应到不同的地址 那你想哦 如果Linux用这样实作呢 有什么潜在的问题 先讲好处了 用Link List的好处就是它是不连续的 对吧 就是 所以我可以很有弹性的 所以我 比方说我要把某个区域把它释放掉 那你只要改变这个指标的指向就可以 这是一个很有弹性的设计 但是问题来 如果呢 你的系统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庞大 就是说整个区块变得很多 而且 我们不是做一个Process 我们可以有一大堆Process 所以Link List这样的东西呢 在 规模变大的时候就 效率就不好 所以后来Linux用什么 用红黑素 来 来 来扭转这个状况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红黑素本身它就是一种 最佳化的机制 然后 那很有意思的地方是说呢 Linux呢 他还会知道 他会去这个 就是说在每个Process 他会去Cache 一个 他的一个指标 然后 在 在这个 程式码 Linux客戸如果去看他程式码里面呢 他会去说 这样的设计 他有这个50%的Hit Rate 所以你会发现说 很好玩的地方是 Linux跟很多追求不一样 的地方在于说 他花很多时间去做最佳化 而且呢 Linux是为了解决问题而生的 其实 所以其实你贸然去看Linux客戸 你可能会遇到一个很大的危机 你可能一天 一天到来在居住 看到程式码一直 一直在想 然后我要这个东西什么意思 但是你很可能 根本有看到问题的表面 好 然后 所以总结来看一下 就说在 Virtual Memory Area的话 你会看到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他其实会去追踪 追踪一些必要资讯 所以像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Edge Space 它会有 它会有一个什么 它会有不同的表示方式 在这里 我们会有不同的 像程式码 资料 或是一些共享还是库 那本身呢 Edge Space 是一个相对很大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在整个呈现的 它就是很稀疏的 然后过程中 又会 刚刚提过也透过这个 红灰素 让走坊成本降低 好 那接着呢 我们来看 就是在 接着来思考一下 一些很有趣的一些设计 我们看一下这边 就是在 这边来讲 17页到26页 好 那令人使呢 额外提供一些API 像说 你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 nMap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在做什么 nMap呢 它的 有一个对应东西 叫nMap 那就是 一个是 一个是做 记忆体的映射 那一个就是 把记忆体印射的关联把它取消掉 来看一下它的用词 它的用词很好玩 就是说 我今天去Map 一个 Map的档案 或者说 这个装置 把它对应到哪里呢 对应到记忆体 所以 你可以思考一个议题 这个议题是这样 就是 你在 比方说 我们刚才有讲到这个呈现部分 那你可以想 我今天定值范围这么大 然后呢 我事实上呢 可以透过什么呢 透过这个系统呼叫 然后呢 在机体某个地方 就是 就是 建立一个 对应 那这个对应 实际上对应东西是一个什么 一个档案 在档案系统的档案 或者是一个装置 像是网路装置东西 所以你要思考一件事 假设我在 这个区域 做一个什么东西呢 做一个nMap 我把一个网路装置 映射到这边来 那我是不是 可以直接在 嗯 透过 读写这段 记忆体位置 去做到操控 去 处理这个 这些周边 好像网路卡这周边 所以实际上是可以的 所以不然说 像我们跟老之前讲到说 呃 在Linux上 它的Video Video Divide Driver 基本上也是用类似的原理 实际上就是先 nMap 先把一些 显示的装置 那些GPU 把它映射到哪里呢 映射到 机体里面 那一旦映射到机体之后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会 可以就得到一个 它就回传一个指标 那我就可以在 给定一个范围内 就必要做读取 那除了这个装置以外 其实这样很多的用途 是用在这个档案本身 所以你可以思考一件事 你以前读档案的时候 你以前打开档案的时候呢 你可能是从这个 档案的开头 然后一直找到结尾 那可能会 找 会透过Fseq 就这样移动到指定位置 但是呢 你有nMap 之后呢 就会变得好玩 你会想说 档案系统 里面的档案 那我就把它映射到 记忆体面去 因为毕竟 这个定值范围可以是很大的 像这个 32元的系统 它就可以定值嘛 定值到2的32次方 那就是 4GB的空间 那如果说你觉得不够的话呢 在64元的系统呢 一般来说我可以定值到48元 注意到 64元的系统 它不会定值 不会一口气让你定值到 2的64次方 不是 多半为了 效率考量 多半是为了定值到 2的48次方 这个之后我们会来探讨 那所以总之你可以看到 2的48次方 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通间 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个档案 映射到 映射到记忆体 那所以你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就很简单 就是指标的操作 讀取范围 那这个东西也顺便分享一个经验 像我们以前在开发这个 一个输入法系统叫 新库音 那我们以前在开发这个 新库音输入法的时候 遇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当时我们在这个 做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它会有个瓷库 对吧 那它会有个瓷库 那这个瓷库呢 越来越大 所以我们在 呃 光是在2004年的时候 一个瓷库 它就有16万个瓷 那现在比较大 那我们就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就是输入法 是一个 基本上是必备的一个城市 那可是呢 如果它载入瓷点 你要想16万 或是更大的那个 的那个瓷库 就是那么多瓷匯 那么那所以呢 我们就会遇到问题 就是说 这个启动的 启动是输入法的时候 也启动很久 这很困扰 那所以以前呢 就很有趣 就是说 按Ctrl Space 去切换输入法的时候呢 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 就要等 那当然 像什么自然输入法 他们就做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这么 它就显示一个画面 然后说 欢迎来到自然输入法 输入实验 但是这件事其实很讨人厌 因为输入法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 你不太会把它当作一个 一般的应用程式看待 你会把它当作一个服务 那这个服务当然是 越快回应越好 但是呢 你又要做这个初始化 所以后来我们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后来就把这个 打开档案这件事呢 把它改成 把它改成什么呢 把它改成 用Map 所以这件事就轻松多了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用到的时候 我们真正去存取到那一栋位置的时候呢 然后呢 作为系统再去介入 再作为系统再介入说 我要从 真正从这个 档案系统里面 档案读取到某一个地方 而且写程式也变得很简单 那因为写程式冲到的就是 因为一开始做好这个 机体映射的问题 所以我也不用去管 档案要从开头 从结尾 我不用管 我只要去设计一个资料结构 那我很容易的是 使用一个词汇 对应到这个 对应到Map出来的记忆体 到底摆在哪个位置就好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 对效能有很大的一个提升 所以我们后来做的这件事 我忘记是哪一年了 大概是2005年 做这件事之后 整个输入法 就是这个 行为 就变成说 就快很多了 好 那我再回来看这个部分 那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什么 这样的一个系统 叫Map 那里面就会有一个有趣的东西 叫做匿名的对应 所以事实上呢 在整个记忆体区块 有一个区块呢 它是匿名的 就是说 它的这个 拥有者 到底是谁 这个 先有点概念 那这个东西呢 跟什么 跟两个POSIT之间 要去交换资料 有一个大观念 好 然后 接着来看 所以 比方说呢 像我们刚才有提到 就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事呢 好 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件事就是 像记忆体是这样配置的 那我可能需要想要怎样 建立一个新的区块 那这个区块呢 这个记忆体区块 对应到一个 档案系统上的档案 或者说一个装置 好 那所以事实上呢 它的这个操作就像这样 就是安插一个区块 好 然后 所以你看到像画面说这个 然后我要设定好对应的权限 好 比方说可读科学可知性 好 然后呢之后呢 我再更新我们的什么 Virtual Memory Area 好 然后 除了这以外的话呢 有个东西叫 Demand Pageant 好 像我刚才提到那个 新库印输入法那个例子 因为你知道我们 我们刚才提到那个持库 好像很大 其实现在的持库呢 是比16万又再大更多的 那这个过程中 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障碍 你当然希望持库越来越多啦 因为文化这种东西是会演进的嘛 像 像 以前我们讲这个 池会就会有五月 对不对 六月五月 然后呢 后来五月天也变什么 一个池会 那 那 然后什么五月花朱池 这东西一直在增加 然后 然后还要包含说一些新的词汇嘛 比方说像对岸 什么 靠谱啦 立马 这种词汇我们要把它夹进去 那就更麻烦 这个词汇还会增加 还要增加一堆什么 品牌的啦 什么 什么抖音啦 对不对 类似这种东西 好 总之呢 这个词汇越来越大 那我们要怎么让座卫雄有效去管理这件事 所以很有趣的地方是 实际上我们做NMap 刚才那个NMap 的时候呢 其实 大部分时候 座卫雄不是处理很懒的状况 我让你去对应 必要的权限 我让你去做必要的一些规划 但是 我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去 才提供服务给你 所以你会想说 我们的定值空间很大 但是透过NMap之后呢 其实只有一部分 是这样 一部分是预先把资料存取好的 多半的时候是需要的时候再去弄 再去更新 那再来是什么呢 再来是在整个Process设计来讲的话 你要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叫Folk 然后这个Folk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MainPage怎么讲 注意到 当你Main的时候要记得打2 不然你会插到另外一个东西去 然后 我们来讲Folk 它会跟你讲什么呢 建立一个 Trial Process 那我们刚刚有提过就是在对岸 对岸的翻译 Process翻译成进程 然后 所以这个翻译成简体中文就很好玩 就叫做建立 创建一个子进程 对 子进程还可以用创立的 好神奇啊 这边 子进程不是在北京吗 好 那 我们这边就把它翻译成叫形成吧 就符合这个台湾的这个 传统台湾的翻译形成 那这个 一个 一个新的Trial Process 建立出来 那原本的Process就叫什么呢 就叫Pattern Process 然后呢 这个很好玩 Pattern跟Trial 拥有 多半都是相同内容 但是它的 真正 它的整个 机体位置 不同 但是 如果说你回顾看它的内容 就是整个在 虚拟地 虚拟机体里面的内容 你会发现很浪漫 就是说 我刚刚讲那个 里面的组成 今天我有一个原本Process 讲这样 然后我就Folk 建立一个 Child Process 你会发现 里面大门内容 是相近的 或者一致的 但是呢 某些地方是有不同的 所以你看到 在这边来讲的话 它就跟你讲 它是一个 an exact duplicate 所以就是这样的 它是原本 呼叫Folk 的 形成 里面的内容 但是 底下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 来快速看一下 它跟你说什么呢 比方说这个ID 所以在Process ID 是有个什么 是不一样的 不会跟原本的 这个Pattern去共有 然后 然后再来是 Child Parent ID 基本上就是跟原本 原本 你这个程式 原本的Process ID 是一样的 然后呢 这个Memorock 这个 以后我们再讲这个 realtime东西 会提到这个东西 那简单 你可以快速去查阅一下 或者稍微简单 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设定 就是提示记忆体 提示记忆体管理 哪些区块 不要 不要把它swap out 就是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一个东西 叫 叫demand page 需要的时候才去载入 那不需要的时候 就是lazy的状态 但是有可能这个page 有可能被自换掉 那你要避免被自换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Mlock 注意到 这个东西跟我们刚才讲 这个permission是不同的东西 我们讲permission是讲什么 我们讲permission是讲 一个区块是这样 是可读可写可知行 这个东西是讲 这是它对应的什么 对应的这个permission 像这个 可读可写可知行 但是呢 我们这边讲的demand page 讲这些swap 是讲什么 是在实体层面 就是说 我的实体的记忆体是很有限的 那我虚拟记忆体 要怎么从实体 实体跟虚拟的那个关联 我们建立起来 以及我如何真正去存取到实体 记忆体 这个是讲这个 demand page的部分 那除了这以外呢 包括说一些 一些资源的一些限制 比如说这个 星期的时间限制 之类的 那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这个东西会 还蛮多的 那请你有空 慢慢把它看完 然后 那好玩的地方是 它的返回值 这个返回值有点学问 先来看 先来看最简单 如果是失败的话 反回复义 这没什么特别的 因为在unis 在讲很多 新的国家失败之后 反回复义 但是好玩要在哪里呢 就是它会分 你看到 如果 如果 是回传零的话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是在 child process 也就是说什么 也就是我新建立的 这个process 所以这个很好玩的 就是说 我今天如果它这个零的话 是child process 然后呢 如果是 成 如果是在什么 是在这个 parent process 它会回传什么 会回传 child process 也就是说parent 你会知道它的这个孩子跑去哪里 好 那你会觉得奇怪 那为什么这个 这个设计 是 是 是长成这样 就是说 你看喔 今天我有零呢 是在child process 设计 然后 如果你对unis比较熟的话呢 你会发现有个很好玩的东西 好 比方说这个 我们第一 我们pid 是从 编号是从哪里开始 是从1开始 虽然你看喔 unis是用细元写的 那细元很多风格 比方说index 是从0开始算 但是呢 你会发现说 诶 pid process id 为什么是从1开始 这边有趣 为什么 因为0呢 注意到 刚才不是讲那个0 那个0被保留了 所以你看喔 这个0是拿来做识别 识别说 是不是在 在child process 所以这导致pid要从1开始算 因为0被挪用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好 那么刚才讲到fulk的时候 就是你可以发现说 呃 这个在 整个process的管理 其实很有趣的一个议题 这其实是其中一部分 那 如果你在看戏的话 很好玩 就是 事实上还有一个机制 叫做copy and write 那缩写叫cow cow cow这个词其实 很多地方都出现 像资料库会出现 网络也会出现 网络也会出现 那我们讲这个虚拟化 就是大量存在这种copy and write 然后 这个很好玩的地方是说 在fulk的设计 它在某些情境里面 会有copy and write 比方说呢 如果呢 你fulk完很快的去呼叫es1c 注意到一件事 es1c 你不能把它解释成 你不能把它解释成这个 执行程式 它没那么简单 它不是一个执行程式 那么简单 这里面 比较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来看返回值 这个 这很好玩的 就是说 他说 这句话讲得很经典 他说什么呢 es1c系列的function 就刚刚上面有一大堆这种系列 再给你看这 这边有一大堆 es1c o c o p 反正一大堆 然后呢 正好玩的地方是 这个返回值大有玄机 他说 只有失败的时候会有返回值 成功的时候不返回 那你会好奇说 那这该不会是肉包子打狗吧 有去无回 对 es1c是少数有去无回的系统呼叫 绝大多数的系统呼叫 都是有去无回 但是es1c就是那 极少数有去无回的 只有失败的时候才会告诉你 那 这个 所以什么叫有去无回的 再思考一下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es1c呢 一旦它执行成功的时候 注意到 一旦执行成功的时候 会把 目前的 内容 注意到 这边有写到什么 有写到 repress 会把目前的process image 就是整个process 我讲的 虚拟基底的定值范围 我的定值空间那么大 那我可能一个process就是 这里面 定值范围那么大的 一个 一个西数的表示 对 程式码啦 资料啦 共享记忆体啦 或者其他map的区块 或者一些匿名的对应部分 那 这个ese系列的方形呢 会把目前的process的image 换掉 换成什么 换成一个新的image 那这个新的image 是怎么来的 是由你载录的程式而来的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在fork玩 原本fork要做的事情是 比方说 paren在这里 fork出来应该是建立一个什么 几乎一模一样的东西 除了刚刚讲的什么pid不一样啦 或者一些mlock这些设计 不一样的话 其他东西都一模一样 但是因为我接着就要很快 要呼叫esec 所以我干嘛 我根本就不需要 去复制里面内容 所以在里面fork有个特例 就是什么 fork之后如果紧接着做esec 我不做 做这个copy 去duplicate内容的那个事情 所以你看又再一次看到什么 又再一次看到这个 另一时做最佳化 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学习另一时 很麻烦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 其实你是把很多不同的知识 汇集在一起 你需要知道什么呢 你需要知道 计算结构 当然是 没话说你一定要懂的 然后你也需要一些统计 我们之后会讲 你为什么需要统计 你才能看得到这些变化 因为你真 这些东西变化都是很微观的 所以你必须要做很多实验 就像做一个显微镜一样 去看着里面的观察 那你做了统计之外 你还要设计一些基硬模型 去看你这个 有多少heat ratio 或者之类的 你要去看这种变化 好 然后 所以这个整个在copy 容量也好 我们之后还会再探讨 我们之后会有一个 同样的在Linux核心设计里面 讲座我们会讲到的记忆体 但是你可以稍微有点印象 就是说它其实还探讨什么呢 还探讨这个 就是像是虚拟记忆体 MNU的那个行为 也会有观点 表示这个pt 好 接着我们来探讨另外一个 也是背景知识 注意到 我们是先跟你讲背景知识 因为 如果我们真的要探讨 process的内部设计 其实就是要看到程式码的时候 还是有点远 所以我们先做什么事呢 我们先带着大家去看 培养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 好 好 那在这边来讲话 就是我们现在看 Connect Switch的定义是什么 它的行为是什么 你可以看到说在这边来讲话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去把目前的这个 Edge Space 把它置换 所以是让我们在 在一个系统里面呢 它可以存在很多个Edge Space 所以MNU 记忆体管理单元的责任 就很重大 它是要去协助 硬体要提供的机制 可以有什么呢 就是可以让你有不同的 这个对应方式 好 你有这个Virtual Memory 然后你的Physical Memory 好 那透过刚刚讲的pt 这样的也 然后还有可能设定像tlb 那作为系统的责任是什么呢 在这个机制上去做一个 可以让你切完不同的Edge Space 所以比方说你这个 目前的执行可能叫做Process A 那它的机体配置可能长这样 那接着我有Process B 它的机体配置就不同 那我们看一下这样 可以让你切完不同的Edge Space 那除了这以外呢 Counted Switch也要干嘛呢 去改变 改变目前这个执行的执行序 注意到 我们这时候单位就是执行序 执行序的 就是把目前的执行序换掉 换成别的 那我们来看 Edge Space 它其实就是很麻烦 你要处理的话就是你要处理这些Pagetable 然后在X86的话就有个CR3的register 然后处理器一直在演化 就是在Pagetable的地方会有多变化 尤其涉及到虚拟化 尤其涉及到像一些安全的运算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下 按有个东西叫TrustZoom 那TrustZoom的话呢就是简单说我有一个特别的模式 像你画面都可以看到 左边跟右边 那右边是一个可信赖的一个模式 那左边是一个开放的 所以它是Not trusting 它不是坏的东西 它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保证它是可靠的 不是说它软体不好 注意啊 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那左边这一块呢 它是开放的系统 所以可能是一个App Store 或者是可以当APPGate的程式 那右边呢就是比较关键 比方说跟支付 像支付宝啦 或是一些像区块链的东西 我们会希望这个东西是被保护起来的 左边呢就像你的浏览器 它可以持续更新 但是浏览器一旦要去 涉及到你的支付宝啦 涉及到这种线上支付的时候呢 就切完到右边这个部分 好 那这个时候很有趣 就是因为事实上 左边是看不到右边的记忆体的 左边的确可以传递一些资讯到右边去 但是呢 左边是看不到右边记忆体的 反过来说 右边我在TrustZ的模式下 我可以看到完整的资源 我可以去配置 那当然我可以选择性揭露 说必要的资讯给左边的部分 那整件事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呢 那本质上它也是一种什么 它也是一种context switch 只是它的范围更大 所以我们今天讲context switch的时候呢 其实它的那个 讲它的这个情境 就比方说用它虚拟化技术啦 用它这种我称为叫Trusted computing 就是说一个可信赖的一个运算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在沙盒里面 我所谓Standbox 这里有这样的运算 或者说我们是在这个讲这个Task 或者说Process 那如果说我们再继续看的话呢 你要管东西还蛮多的 比方说在这个做context switch的时候呢 你要去把这个 暂存器的状态 去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因为我现在 我接着就不同的执行序要执行了嘛 所以这个我要把我现在的这个 暂存器的状态保存 然后呢有的东西很麻烦 然后比方说那个浮点数的 或者说像这种CD 这个MS这样的 或者SSE 那你要去看 我要把这个状态把它保存下来 那当然这个东西呢 不需要每一次都保存 那有些作为系统 有些特别是像L4 前面刚刚讲到的L4 MicroKernel 甚至用context switch的时候呢 传递一些资讯 它原理是说 如果你每次都要context switch的话 那你是不是大量的 暂存器的资料 会复制到一个Stack 那还原的时候 又从这个Stack 把每一个暂存器的内容都更新 那反过来说如果两个Task 之前要干嘛 要交换资料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透过说 我就比方做某个暂存器 比方说R5 R7 我的内容 我就不要去做context switch 所以一旦从A 这个任务切换到B的时候 因为R7这个暂存器 是没有切换的 所以 从那个Task A 切换到Task B的时候 B就直接从R7的暂存器 把资料读出来 所以它就可以降低IPC的成本 这也是一个技巧 所以注意到 我们今天讲context switch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是要看情境 看应用 还要看什么 看你的最佳化的策略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个东西 也有一点学问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学问在哪里 就是 3到16页 我们之后还有一个讲座 会讲这个 讲座 会讲排程 但是 我们需要一点背景知识 否则这个后面的那些 process的细节 我们没办法前进下去 好 那当然 现在要怎么去切换一个 就刚刚讲的是Stack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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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执行序 那 都会设计到一个Stack 就是说你需要一个空间 然后去把这个 还原 好 那所以实际上 做法是像这样 所以你看 我原本有一个 执行序 1 右边是另外一个执行序 好 那 所以我今天要从 第一个执行序 编号1的执行序 切换到编号2 好 那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做呢 你可以看到完了 我先把 我先把目前的 什么 障碍成绩内容 把它保存下来 所以你看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 Push EPP 然后呢 呃 接着我要做什么事情呢 接着我就是要把这个 原本 原本这个 保存在Stack的内容 把它还原回去 所以你看 我们做一件事 我们去改变这个 ESP 所以这个ESP 指向什么 指向我原本保存 里面这个 执行序2 编号2的这个什么 内容 我把它还原 好 然后呢 那同理 如果你从2切换到1的时候 也会做类似的事情 好 就是把目前的战略性内容 把它放到堆解里面去 好 然后 那在 Linux 里面 就有个东西叫 Switch2 再 20页到47页 那刚刚讲的Switch2就是实际上在做的 那它基本上它是一个Megor 然后在不同的 因理架构会有不同的实作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Linux Schedule Linux的Schedule呢 从这个 2.6.33之后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变革 然后 如果你读到 书本里面讲 讲的内容以2.4为主的话的话 那样的资料就先不要去看 因为 变异实在太大了 那2.6.33是个非常巨大的变革 因为它考虑的东西就 不是只是排成 还考虑到 多个处理器 还考虑到 呃 怎么在多 呃怎么确保说 任务 在多个执行序 是 可以 正确 而且 相对公平 注意到 这个里面有个机制叫CFS 那个F2表示公平的意思 这个公平是有一个条件的 那总之呢 在2.6.33之后的 O1 Schedul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 这个设计呢 就是 它考虑议题就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来 给你看一下这个 就是 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 它有 24 2乘以40 乘以CPU的那个什么 数量 所以如果说像我刚才这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那台机器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台机器有24盒嘛 所以我就是 2乘以40乘以24 2乘以44乘以24 打数字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很惊人 它有1920个什么 19个RUN Q 所以你可以想到说它是一个 一个执行的一个单元 那 所以你会发现什么事情呢 其实呢 我有机会怎样 我有机会呢 去排 超过1900个 的任务 这个东西很有趣 那这个东西有趣在哪里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RUN Q 那么具体来讲更细致一点 每一个RUN Q呢 其实又是对CPU一个什么 一个抽象 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有很多个不同的CPU嘛 就像刚才展示给大家看的东西 对吧 就是我上面有那么多的CPU 那CPU上面要指起什么任务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难的问题 所以你看 像画面中来讲的话呢 某个事情 我们就先看23好了 编号23 那编号23 那编号23来讲的话呢 你看这个时期 任务就比较多 过一段时间 任务就少 那过一段时间 任务就增加 那这上面 要在23 编号23上面执行的这个 这一个单位 我们就称为叫什么 叫RUN Q 就在上面排队 那通理呢 你如果去看编号1 左上角编号1 他认真定的 认真定的 他也有增加 也有减少 那通理呢 他上面也有什么 也有对应的RUN Q 然后呢 好玩的地方是这个 所以每一个任务呢 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实际上就是在一个RUN Q上 那所以Schedule在做什么事 Schedule就是从直接RUN Q 挑出来 挑出任务 安排到对应的处理器上 那这时候好玩呢 我们再试考一下 左上角的编号1 跟右下角的编号23 那是不是会有涉及到 一个任务 他可能某个时间 也被丢到编号1的CPU 然后在另外一个时间 丢到编号23的CPU 有没有可能 有 那所以这个就是排程器的责任 我决定要怎么去排 好 然后 所以他对应到这个画面来讲 他就像这样 就是他 就是我有个什么 我会有这个 这样的一个结构 所以应该这样结构 我里面就会排很多人 因为他会有这样的CUE 排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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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那当然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这是什么 有效的 那有可能会遇到这些编号 139138 这个 就是编号无效的 就是过期的 好 再来呢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哪里呢 好 那 所以呢我们去挑 挑着的时候 就挑 原则上去挑最高 右选拳 注意到那是原则 讲原则就是意外者 有时候会例外 好 然后呢 那我就挑 比方说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就会有这个 会丢到这个 Xpire Cue 但是排程绝对不是那么单纯 接着我们要考虑一个 另外一个麻烦问题 就是IO 我们知道就是说 这些IO很多种 比方说这种 档案处理啦 网路啊 那原则上 这些IO呢 都有共同点 它基本上就是属于慢的操作 那慢的操作没关系 慢一次不打紧 但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慢 那就麻烦了 所以 层次呢 最怕什么呢 就是在很慢的IO上 好 比方说呢 我们在那个 大家使用Linux10都有个经验嘛 比方说打Sync 好 那Sync呢 诶 多数情况下都很快 对吧 比方说这个 我刚才打Sync都很快 但是在某些情况下 因为真的要什么 真的要做到这个 资料同步的时候 或者你的储存媒际就是慢 那这时候就有趣 它就这样 它就卡住 这时候你按卡住写没有 就要卡一阵子 那这时候 排程绝到底做了什么事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其实很有趣 即便呢 一个程式 是因为这些IO 像刚才讲这些磁碟 或者网路操作 它被阻挡出 它慢 但是呢 事实上呢 它会怎么 我们时间还是会去计算 然后 然后 那 所以我们要去想 就是说我时间还是要计算 那这时候呢 它会陷入到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很有趣 你看 这个 如果呢 它是 这种 not vulnerable 所以我就不应该 不应该去 去把它重新丢到这个Q里面 它就陷入一个block的状态 然后 直到什么 直到这个 这个现象解除掉之后呢 再怎么 把它重新丢到 丢到这个runQ上 所以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 额外的机制 叫VQ 就是怎样 去对应到这些 会 会导致这些blockable 就是什么Disk 然后就是Piper Lock 那 所以我们在之后呢 另外一个讲座也有来探讨这个 就是探讨这个 Linux kernel内部这些VQ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概念 但是呢 注意到 这个东西的发生 会让整个行程的管理 变得很复杂 为什么 因为原本你可能只认为说 我们刚刚提到像Memory Map 对不对 跟 跟我的这个定值 定值空间 跟我的机体管理有关 再来说我们讲到Folk 我建立一个新的一个行程 但是它我的大部分 就是Parent Process 跟Child Process 绝大多数内容是一致的 但是 实际执行很麻烦 对不对 会有这个状况 这个状况就是什么 我们会因为blocking 所以这时候很好玩的是什么呢 我们会先入到另外一个 就是Process 会处于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它会在一个VQ的状态 也就是说 我们在某个情况下 我们很肯量 我的这个 我的处理器核心再多 一旦我想要做的那个任务 一个Process 它陷入到这个状态的时候 我再多核 也帮不上忙 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然后再来是说 我在VQ 什么时候可以重新放回去到Run Queue 这个东西取决于什么 外部的事件 取决于它的外部事件的复杂度 所以这件事会导致 这个Process 有可能会 可能就因为这样的状态 因为这样的状态一去不返 它没有机会再举止下去 所以注意到 是有这个状态的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个 有个Active Queue 是Espire Queue 只要遇到这个Block 一旦一个Task被Block 那就不再 不再 不再在前面讲的那些Run Queue了 那这个就是要特别去 特别要去注意的 然后 但是呢 一旦Io完成的时候 这个Intra Handler 就把这个任务 搬回去到什么 搬回去到这个Active Run Queue 我才会这样 继续被排出来 排出来去执行 当然它不是一排 它就立刻执行 还是要挑的 还是要看优先权 跟它的对应的条件 所以 我们要知道一件事 在这些Io 在Blocking的Io之前 在这个Process 会陷入一个 没办法做事 因为即便我有很多CPU 但是我会陷入一个 没办法做事的状态 特别注意到这件事 好 然后底下 你有兴趣可以追一下 就是讲这个什么 讲这个 讲这些像什么 Time Size 什么切割的 好 然后在Unis上 它有个东西叫 叫做Nice值 这个很高 Nice值这个东西很好玩 就是Unis的风格 Unis的风格是这样 就是说你的值 就是 如果你的值很 很 Nice值很高的话 比方说最高到正19 正19 正19会预告很酷的事情 就是优先是最低 再讲一下 这是很不直 很不直 对 正19是一个很 数字上看起来很高 但是呢 这个 这个东西叫Nice值 就是说它的优先值很低 所以这个 很好记 这个东西叫做 人善被人欺 记住这句话就好 你看中国言语很好用 就人善被人欺 所以优先值很低 应该说最容易被欺负 然后这是传统 称为叫Nice值 这是Unis 这个Unis的一个风格 然后 但是后来 注意到 在 现代的Linus设计来讲 还是有这个Nice值 但是事实上 就 这样的一个做法 就慢慢被舍弃掉了 我们会改用 像画面中看到这样一个值 就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设定 比方说这个 最高最低 或是Base的Priority 这样的一个设计 因为这件事是 考虑到的另外一个东西 叫 RewortimePriority 好 这也是Linus作为一个 RewortimePriority 好 那 这也是Linus作为 这个 作为一个 作为 作 变化中的作用性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好 所以你看 这边快速来帮大家看一下 好 就是早期的话 就是用 全面讲成一个Nice值 好 然后 人3被人7 所以你看 它是写什么 -20到正19 所以这个-20是很快的 人坏就这样 优先越高 好 但是呢 后来一个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一个 Rewortime 好 那另外一个东西就是 就是有个东西叫 RewortimePriority 好 那所以它就是 刚才看到的 数字大很多东西 好 对 100 139 就是大很多的 这之后 我们再讲排成的时候再探讨 然后 排成呢 还要考虑到很多事情 比方说像一些 我称为叫做Responsive Responsive Responsive这个东西很有趣 就是说 你说视觉话的东西重不重要 当然重要 对不对 让视觉看得到 可是 你说看不到的地方像Disk 网路重不重要 也重要 那 如果要使用者来问说 哪一个重要 才很尴尬 多数使用者都会说 视觉很重要 网路都只要 我两个都要 两个都要就没有有限权可言 对吧 所以这时候呢 就会遇到很尴尬的是 我们尽可能要让使用者 看到UI 看到这些GUI的程式 尽可能多一点 就是让他 反正我有按 比方说画面中 我就是想要拿 拖个滑鼠门摇一摇 或者我在手机上 就是要 动摸西摸 刷个存在感 但是呢 我该有的IO还是要做 可是IO刚刚不是讲过 会Blocking 所以整件事有趣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设计一个机制 就是说 资源是很有趣的 所以我要确保说 那些IO动作 有足够的硬体资源可以去做 但是呢 我又要让 比方说使用者 在意的这个程式 我要知道它的进度条 比如说现在是1% 2% 也在跳 像以前Windows就变成诟病 就是说 它的进度条好像都是假的 就是一开始都很快 什么0%跳到10% 10%跳到20% 20%跳到30% 30%跳到40% 50%跳很快 但是到99%的时候停下来 对吧 早期Windows变成诟病的时候 这个进度条不是很有效率 为什么这个问题 就是因为这个IO的问题 好 那后来很多排程器就要考虑到这件事 所以要如何让这些视觉化的东西 显得很重要 然后呢 但是大家彼此要有一个足够公平的事情 所以整件事会变得很复杂 简单就是说 在这边 它本质上的这些所谓的优先权 它都是动态 它不会是静态 就是一开始会有个值 但是之后呢 做一些动态去调整 依据需求去做 所以我们称为叫做Dining Priority 这个重点很重要 所以不然说 我刚刚讲排程器的演化 跟这件事有很大关联 甚至还要去能够拆得出来 注意大家看到吗 还要拆得出来什么 拆得出来 依据它在Line Queue 的时间 周期什么的 要去处理 然后这个东西很有趣 如果说你去查 比方说讲这个 你打Linus Schedule 再打什么 再打Machine Learning 对没有听错 就是那个 你一天到晚听到的东西叫 机器学习 注意到 这东西早就存在了 你看 2005年就有这样的论文 对不对 就是把什么 在Linus在排程 的过程中 我要参照什么 我可以通过Machine Learning 去提供足够多的资讯 注意到这是脑梗 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 在商用的产品是存在的 所以如果说你去看那个Sansom Sansom的手机 号称它里面的排程器 就用到Machine Learning 不过这也不意外 反正就是说 Machine Learning就是个手段 最重要就是说 我如何从过去的历史记录 做些大量的资料 因为你想排程 它这个资料量 其实很惊人的 比方说以Linus来讲话 10ms是一个 排程的一个基本单元 这个值是可以变的 但是你可以先抓一个 初列抓一个 10ms的一个值的范围 所以意味着什么呢 每一秒就有100次 对 就是它的排程的触发点 就有100次 那所以一秒就有100次的资料 那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数据 所以就是接着就有很多的研究员 而且我刚才讲 这个东西实际上产品上也用到 你可以看到数据量 其实很经典 好 接着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好玩的地方是 这就是我们之后再讲 讲这个排程器会讲到 但是注意到一件事 我们会做一件事叫 rebalancing 就是说什么 我们不想要让一个CPU都穷忙 就是我们不希望让一个CPU穷忙 我希望把任务呢 就像刚才展示过很多次 任务会分配 所以比方说你看 这个画面中 看待来讲话呢 可能会有某个时间 某个时间某一盒比较忙 比如说像右边来讲 应该就比较忙 或者就不忙了 分配到其他盒 那同理其他盒也会这样 某个时间也会干嘛 接着就分配到其他的CPU Core去 那就会有做rebalancing的动作 好注意到一件事 rebalancing呢 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应该分配到哪一个盒 再来是说rebalancing呢 rebalancing本身就会有额外的成本 所以这件事有点像什么 比方说你去想就是说 遇到那种过年过节啊 过年过节之前要大家排队去买 买高铁票买火车票 那就排队 一路排队重开 哇这个可能有八个队伍 对不对 好那你可能在第一个队伍 就排了盘球 那干嘛 你就想说啊好烦哦 我跑到第八个队伍好了 也许人比较少 但是发现遥遥无奇 我就跑到第一个队伍 哎发现什么 你重排的时候 第一个队伍已经排更多人了 比你刚才排的时候更多人 会不会遇到这种事 会 可是呢 如果你傻傻的永远在排在同一个队伍 也可能有风险 对不对 也许呢就真的第一个队伍 前面有个outkick 或者前面有某个人 就是跟那个售票人 在那边整轮到半天 有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有 所以该跳船出来 在跳船 可是跳船的成本是大的 所以现代处理器 现代的作为系统 正在这种状况 都要花很多时间去讲 我要怎么降低这个成本 不管从硬体层面 或者说在排层的层面去做 这个东西都是一个策略 然后呢 你大概猜得出来 这个东西很复杂 很麻烦 然后更讨厌的是什么呢 更讨厌的是 还跟硬体的架构有关 这边有几个词 我们今天不会讲到 但是你可以稍微记一下 一个就是NUMA架构 你就把很多个对称多核东西把它拼在一起 那NUMA架构它的每一个 我们每个区域 就每个cluster 从级来讲 它的记忆体存取 它不见得都是连续的 实际上可能就不连续的 再一个东西叫hyperthreading 就是说像我展示给大家看的这台机器 它实体的核心可能只有12个 但是我通过HT 我可以把12核变成24核 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很神奇 但是实际上它是有一定的代价 它的core在跳跃的过程 在migrate做的会有额外的什么 额外的代价 所以注意到 然后再来是什么 现在东西的其实很复杂 就是有多核的Cache的处理 甚至还有这种一直多核 一直多核的一个设计 这个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个系列 讲整个部分 所以快速看一下就是说 这个是画面中看到的是同纸的多核 所以你看CPU0123 都是同样时迈 而且它有同样的设计 那NUMA的时候你看 左边这一块跟右边这一块 各自都是不同的cluster 但是左边这一块的机体 跟右边这一块的机体 就是独立的 透过Bus串接起来 然后事实上还有更复杂的东西 就是像刚刚有提到这个 那这个东西在实际上排程的时候 就要考虑到很多不同的考量 像刚刚讲HT 那之后我们讲排程器的时候 会继续弹下去 好 再来去 再来是我们来讲这个signal 那signal来讲的话呢 注意到 这个signal它的 它跟中段很像 但是中段是针对硬体 就是硬体触发的中段 那signal是针对应用程式 注意到 针对应用程式 而且它的signal的总量是有限的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讲process 一定要讲行程 你看这句话 就是说 我呢 一个process 可以什么 可以触发一个signal 另外一个process 或者一个thread 所以两个行程之间怎么去沟通 通过什么 可以通过signal 那 这时候的沟通呢 就会创造一个 非同步的机制 所以可以思考一件事 假设今天有两个process 或是有两个thread 一个比方式处理 意外的重做 就是显示 你的手机那些操作 可以东按西按 你的进度条 所以比方说 0%1%2% 99% 这些进度条 它是一个process 然后这个东西给使用者按 那可是问题 那为什么没有进度条 因为就是有些事很慢 比方说重关Windows就很慢 对吧 那或者说复制档案就很慢 或者做那些网络拆除就很慢 那所以另外一个正在做事的人 他做什么事呢 就是一旦有进度 一旦这个 一旦我IO的动作完成的时候呢 我就干嘛 赶快回报给 回报给这个另外一个process 那我就可以透过signal的这种方式 所以原本的逻辑就很简单 就是说我先去看使用者有没有事件 使用者手指头里面按东西 滑鼠里面在动 那如果有动的话呢 我就看他是哪一种动作啦 比方说他是在 他按一下那些离开键 我要继续处理 没有按一下离开键 我就不管他了 然后我顶多就是把画面重画 然后但是呢 如果一旦收到signal的时候呢 我去看我里面夹带什么讯息 因为我收到signal是另外一个什么 另外一个程式 另外一个process 另外一个thread 通知我 应该往前走了 或者通知我什么 放弃 比方说这个档案失效 这个网络不能连 好 那所以注意到呢 这个也是我们讲行程管理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然后呢 这就可以创造这个 刚刚前面讲的IPC 除了这里外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比方说除以0 注意到这个东西 除以0 比方说你写一个程式 这个它就会 比方说我们来写一个小程式 现在写了 写小东西 比方说我们今天有一个程式 它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那我们就return0 除以0 好 那这个东西呢 很无聊 对不对 但是呢 很有趣 有趣的地方在哪里呢 诶 按错 按错 按错咯 好 所以我刚才那个被警告 编音器其实会警告你 就是除以0 好 但是我硬要执行 怎么办 可以 好 那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你看到 我的程式完全没有这个 这个讯息 对不对 这个faulting point section 这个是谁印出来的 显然不是我们的程式印出来 好 所以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本质上呢 也是一个signal 这个东西怎么来呢 就是说 你想念一件事 我们今天画面中看到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share 就是说 可以让我敲指令啊 所以像我这边来讲 我是用bash 我可以敲指令 对吧 这个很基本 那好玩的地方是说 当我执行程式的时候 我share要干嘛 一样 它会去fault 在呼叫刚才讲的 ESEC 所以我建立一个新的process 好 这个新的process 建立之后呢 就很不幸的 他就遇到这个除以零 那除以零的时候呢 我们 到底怎么 这个东西到底怎么 在share上面印出来 对不对 这显然这个东西 是印在这share里面啊 所以你可以 可以这样 你可以复制贴上 所以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说 我这个程式执行到这边的时候呢 会触发一个什么 会触发一个 exception 触发一个exception 然后呢 作业系统 会有个exception handle 去干嘛呢 去发signal 给 处理的程式 那现在是谁处理 显示这个share处理嘛 对不对 因为 人 是 就是这个 这个程式 是 由 这个share去 什么 去fault出来的 去呼叫ESEC 执行的 那所以呢 这个 Linus核心里面的 ecession handle 就是做什么事 就是发一个signal 发给谁 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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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去把这个 a这个程式执行起来的 那我就发一个exception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 讯息 印出来 好 同理 像这个signal fault 那这个状况呢 就不同的 就是什么 signal fault就是说 你去存取到 不该存取的范围 比方说 那个范围呢 是可读可写 但是不可以执行 那你偏要执行这样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 或者说 你一个区块呢 是只能读 但是硬要去写 也会遇到这个segment pages fault 那这个东西 注意到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什么 application level 的handler 因为在作业手内部 会有一个专门处理 浮点数的 专门处理这些 像page fault handler 但是呢 作业手必须发一个signal 才能说 让你画面中看到这个应用程式 去做sign后 去做回应 当然我们讲的sign后很多啦 比方说 像这个东西 我把它说 你可以设定什么 中文语系 它就会印出 它就会印出中文 不过我这台电脑没有安装中文 但是就是说 这个东西设计到议题就很多 那它就是一个 一个机制 一个机制就是什么 去做这个通知 好 那它的流程是这样 就是在kernel里面呢 它会有什么 它会有一个signal handle 好 然后它就去处理这些signal 好 然后你看一般程式执行这样 就是 遇到这些signal的时候呢 它就去做 做做做做 然后 然后接下来呢 有个user 注意到 kernel会有个handler 但是呢 在user有个handler 那user handle 你在干嘛 就是先去看 我注册什么 那一旦 kernel通 发通知的时候呢 我就会跳到这边来 所以你看 原本程式已经执行到 某个地方 但是呢 因为我收到这个通知 比方说像刚才讲的 除以零 除以零它本质上 它也有对应到另外一个signal 然后我就做什么事情呢 我就 我就 跳回去 就是我做完 做完了 然后我就跳回去 到原本的地方去继续执行 好 那所以你可以发现很好玩的地方是 这个创造一个什么 创造一个非同步的机制 就是说原本的程式呢 它可以 执行 对 但是呢 我就会有一个 对应的一个动作 所以你会发现说 很好玩的地方是 算作业系统就是提供服务 但是作业系统也会提供一个 这样的一个机制 让使用者呢 可以注册 对应的这个handler 或者说 系统本来就注册一些对应的 注册对应的这个handler 然后呢 我也可以发signal 去通知user 去做善后 去做呼应 然后user呢 也可以自己去定义一些signal 去给 告知另外一个process 所以如果说你对那个handler 比较熟悉的人 那你可能会知道一个东西 叫做debugd debu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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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signal debugd 好 那它的逻辑也是很单纯 好 好 来看一下 这旁边 比较漂亮 载度好一点的慢 好 好 看这个 所以像这个 呃 比较说我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程式 它就是crash 好 但是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呢 我们 启动一个程式的时候呢 好 我预先呢 会启动一个东西叫做signal 叫debugd 所以呢 我只要能够在crash的时候呢 发一个什么 发一个signal 告诉 告诉这个 这个程式 这个告诉这个 debugd 说什么呢 说某个程式已经crash了 然后我赶快去把里面的内容 把 就它即将crash 好 所以我就做什么事 我就把里面的内容把它取出来 然后就暂成机内容 比较说它现在的一些必要资讯 那这个东西debugd呢 就把这些资讯收集起来 然后它有个什么 就是 你用手机应该有时候会看到一个画面吧 就是 这个程式已经崩溃了 这个程式已经crash了 但是 你愿不愿意提供这些资讯给Google 提供这些资讯给开发商 你想一个程式都要crash 为什么可以收集得到 因为就是在crash之前 把这资料资料资料出来 那至于谁去通知 就是用刚才讲的 signal的机制 所以注意到 这个东西 signal的管理 也是非常关键的 那当然我们讲的 process 其实不是那么单纯 其他还考虑到什么 还考虑到这些 IPC 所以我们之后也会有一个 专门的议题 在讲这个IPC 大家注意到 这个东西也是整个process管理 其中一个不可少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今天讲linux 其实很麻烦 有点像下指摸象 就是说你摸一摸有可能是一只脚 有可能是一个尾巴 或者一个鼻子 而且这鼻子有可能会动 这个大象可能移动很快 但是鼻子移动很快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环节 你会说 怎么这边又讲一讲 那边又讲一讲 这边又讲一讲 你会觉得为什么那么乱 因为本来这个东西就是出一把 动全身的东西 好 接着呢 一样是背景知识 我们来接着讲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做Thread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到214洞 好 我们再继续我们的 基础单元 接着我们来讲下一个议题 叫做NPT NPT有的全名叫做 Native Policy Threading Library 然后 这时候我们就要回顾一下这个 整个这个 执行序 到底怎么去实作的 注意到执行序的这个设计 它是在 它的这个设计思维 是在 同一个Edge Space 执行多个执行序 换个角度想就是说 多个执行序之间呢 是共享 共享这个 同个观点 那 里面会有些例外 像这个Thread Local Storage 像这种例外 这个我们会去讲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呢 作业系统 本身会有这样的一个 执行单元 这个就是一个抽象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就是 在多数的作业系统来讲的话 扣掉早期的Linus 在多数的作业系统来讲 Threading 很可能就是最小的一个执行单元 那当然有些作业系统会有些例外 比方说这个 像那个 Fiber 就是那个 诶 打错字 Zephyr 我好生气 乱打都会对 所以像那个 像 Zephyr 一个Linus基金会去 经营的一个作业系统 这个叫做Fiber 那Fiber 是在整个Zephyr的作业系统里面 最小的执行单元 那 就是 我们所谓最小执行单元 这个东西是 其实是跟 我们讨论议题有关的 但是 我们可以比较不严谨说 就是在很多的作业系统 会把这个 资金序当作一个最小的资金单元 然后呢 硬体 注意到 硬体本身呢 会为了这件事去改进 就是改进这个 切换这个 切换Thread的成本 那还有说 Thread在不同核心上切换的成本 会想要去降低 所以看到这边来讲话 它这边 就说你的 你的这个什么 你的像这个 像X86上 它有个CR3的 站进去 它会有这个 Paint Table 然后它可以 它可以 它可以共享 那这件事也是为了降低 切换这个 切换Thread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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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所以它会看到一个 同一个 Edge Space 然后 那我们要想办法让这个 register切换的成本 可以降低 然后 在Linux上呢 它有个东西叫 TextTrack 那这个东西是 我们终于可以开始来讲Linux 就是 认识来讲Linux 那你可以打开一个档案 这个叫schedule.h 那这个东西呢 将近有2万行 这个东西很恐怖 2万行 欸不对 我讲错了 2千行不是2万 2千 然后 它除了2千行以外呢 它有超过300万开发者 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 就是 这个档案竟然有 有300多个开发者 甚至更多 更多人去干嘛 去修改 所以 你要知道一件事 虽然Linux kernel快速变动 但是你只要看到一个档案 它存在很久 而且很多人在改 这说明什么事 这说明就是从那边学 肯定就对了 好 然后呢 等一下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档案呢 非常之常 然后 更酷的地方在哪里呢 更酷的地方 有个东西叫test truck test truck 好 test truck 好玩的 它从590行 然后呢 它从590好 那我们一路往下卷 卷卷卷卷卷卷 继续卷下去 你卷的时候可能会很沮丧 好像都没有结束一样 好 那你看到什么事情 达到1224 所以剪完之后要记得加1 然后你发现什么事 高达635行 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注解 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一个structure 包含注解在里面 竟然有600多行 那你看这个 你学习程式应该都有听过一些 前人的建议 说一个结构不应该太大 东西不应该太复杂 可是这个很好玩 这个是linux kernel 里面非常关键的东西 而且更酷的地方是 如果我们认真看 就是从刚才那个590行 我只是为了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不然真的要找到半天 5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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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你如果快速浏览过这个test truck 那你发现 里面跟执行序有关 那里面呢 当然有一堆你可能看不懂东西啊 不过没关系啊 诶 跟ptrace有关 诶 这该不会跟什么 跟gdb那些处理有关 然后它里面有stack 然后呢 也跟smp有关 然后 然后smp就是要有一大堆不同的cpu嘛 然后这边有什么 诶 有优先权诶 有刚才还有这边提到这个 前面提到的realtime priority 然后还有不同的排程的方法 诶 然后再来什么呢 如果你有看我们另外一个系列 就是讲这个同步处理 那就讲到这个rcu 然后andman是机体 机体管理 再是 这排程就很多啦 还有什么社交干什么 还有migrate 对 然后 所以注意到好 如果你要看liners 就是这种场地看就好 好 千万不要对一个ccode去看 因为7元的程式码不是拿来给你看的 黑的可以拿来看 但是7的程式码不要拿来看 7的程式码是给你改的 好 那看的话呢就是看这个 就是浏览 有时候去找里面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这个pid 然后呢 又发现什么呢 诶 再来是像那个什么 这就是tid 这个就是tgid 然后再次刚才有提到这个ptrace 那就跟那个debugging有关 然后诶 这又看到thread 然后诶 后面有多时间的 对吧 时间的管理的 还有什么timer 然后process 这个什么 这些 也是跟 跟debugging还有一些追踪有关的 然后诶 这个东西是什么 switchtime 诶 然后甚至后面还帮什么 一些跟网路 网路管理有关的部分 那后面是这个irq 大家猜得出来这东西是什么 跟前面讲的中段处理有关 然后再继续往下卷 诶 记忆体的 再卷 终于快结束了 然后 然后像我们前面有讲什么latency 什么那个 就是诶 测量kernel latency 然后再来是kernel里面有各式各样的tracer 好 那还有一些跟安全有关的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整件事变得说很奇怪 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复杂 那换个角度去思考 这也是为什么linus 不能被称为叫microkernel 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即便linus把很多东西搬到userspace去 但是linus不能因为 把服务都搬到userspace 然后叫做microkernel 不行 为什么 因为在microkernel里面呢 要做到一件事就是脱钩 也就是说kernel本身 不应该知道那些server的存在 就是他的kernel的执行 他的初始化 不需要仰赖这些server kernel执行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他做的最基本的事情 可是你看刚才linuskernel 那个header就麻烦了 linuskernel header 把一堆资讯一直写下去 那你可能好奇啊 那请问linuskernel 要扩充什么办 对不起 就是重新编译 就是说 我们就要把这个结构 解析变更 那反过来说 一个纯粹的microkernel 就会避免这状况 他会避免说 在kernel里面描述一大堆 他会避免说 kernel需要重复的编译 以为了支援新的特征 这也是linuskernel 遇到过往 遇到一个很大的一个诟病 就是说linuskernel 要扩充很麻烦 sauce code要重新编译 没办法说 没办法说 二进位的去相容 这是一个 linus只能做到user space 的二进位相容 在kernel内部 是没办法二进位相容 原因就来自这边 然后你会看到里面 有很多那种条件编译 就是define那样的东西 会导致整件事 变得更复杂 但是呢 这件事怎么解决 很有趣 这件事的解决 其实不是改变linuskernel的 的设计 其实不是 这个test truck存在了非常久 你有些人可以用github 追一下 更改时间 它存在非常久 linuskernel直接改变 人们的思维 所以后来 人们就知道一件事 linuskernel 在kernel层面 根本没有做到二进位相容 要扩充就是要改 就是要重新编译 但是没关系 人们逐渐发现一些事 kernel就像一个公共材 它可以存在 所以你会发现说像Google Microsoft IBM Intel 这些公司 都去贡献 贡献linuskernel 而且让这些基础性 可以散布 就像一只手机一样 手机真的好玩的地方 绝对不是linuskernel 虽然linuskernel很重要 支持一个手机 但手机好玩的是什么 Google map 或是说你的各式各样的游戏 或是Android framework 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不open 那这个东西它的存在 就可以跟kernel脱钩 只要提供一些必要的 一个作业系统的呼叫 就是系统呼叫 或者系统的服务 那上面这些真正好玩的东西 就可以存在 所以人们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说 让kernel 还有其他技术 那种底层技术 就变成公共材 同样这样公共材的东西 也蛮多的 像编译器 以前的编译器 人们是非常宝贵的 的确有很多公司 靠了编译器可以赚大钱 比方说这个Bowlen Bowlen的那个什么 Bowlen Turbo Pascal 这当年的都是什么 当年是那个下下叫的东西 它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编译器 以及它的开发工具 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产品 所以 这个Bowlen 推出了 Turbo Pascal 那获得巨大的财纳 然后呢 后来这样 后来这个 后来就会有什么 Turbo C 输入谁这个东西 就一大堆 好 但是呢 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个你看 历史上 因为编译器获利公司多的是 但是现在编译器呢 它变成一个公共材 所以不管是加速人工运算的 这些编译器 怕你不知道有个东西叫ONC 就是说去加速这个什么 加速这个 这个上面类似的网络的一个编译器的那个 就是它的那个处理 那 这一企业是ONC呢 它的这个主要贡献者是来自台湾 台湾的这个SkyMizer SkyMizer这家公司 真了不起啊 就是一家台湾的公司 然后做的事情是 是跟 国际这些Microsoft啦 Intel啦 ARM啦 这些世界一流公司是 并驾齐驱的 是平起平坐 那很了不起 好 那所以就是说 现在来讲的话 编译器就像一个公共材 像他讲的ONC啊 或是像GCC啊 Clean啊 这些编译器 你可以看到它的Source Code 都可以存取 而且它的Source Code 不只让你存取 还鼓励你去做 在这方面做创新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生态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人们思维改变了 所以就不会去纠结于 说这个 课论层面 没有要做到二经文箱了 好 好 那NPTL 我刚才讲到 NPTL全名 对不对 全名里面后面有个Library 那所以 到底Library在什么鬼 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很有趣 什么叫做Thread Library 其实Thread Library 在做什么事情 它就把作业系统的系统部教 提供的服务把它包装起来 所以比方说呢 你知道说像Pthread 会提供一个建立支援序的一个 方式 这叫Pthread Create 它是一个界面 那当然这个界面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Linus 有啦 那个包含说像 MacOS 还有包含说 Windows 在特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使用到Pthread 你给了一个额外的一个寒食库就可以用了 那这个东西对应到的系统部教是什么 对应到Clone 刚才有提到这个Clone系统部教 所以刚才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Clone呢 它也可以建立一个什么 建立一个执行序 好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Clone 好 大家看到吗 它名字 就是名字就要写Create a trial process 但是神奇的地方是 你在里面搜寻Thread 你就会发现很坏 竟然存在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也是你 你听这个讲座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对不对 就是怎么突然讲一个 又突然讲这个东西 好 对不起 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回事 就这些东西都是盘跟错节 所以我们现在先看一个祖宗 再看一个祖宗 再看一个背景知识 然后大家先把它串起来 所以你看到 Clone这个系统部教呢 它可以拿来实作Thread 它的实作方法是这样 就是说我建立一个process的时候 我让这些process 有共享的什么 adress space 所以你看到 这件事不就是符合刚才讲的一个需求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有好几个情绪 然后再一个adress space 所以Linus上的Clone 就可以做这件事 它可以决定说 我建立一个process的时候 要不要跟 它的parent共享一个空间 好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说 所以Clone这个系统部教 它跟Folk很像 只是说呢 我可以决定 要不要做资源共享 除了这以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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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学问还多 发生说 我做资源共享的时候呢 我要怎么去处理 比方说这个 会有涉及到这个child stack 还有原本的 原本parent的stack 我要不要去共享 我要不要去隔离 那这个东西有兴趣 请你去看 因为你从这个时间点 你会发现很好玩 就是 呃 这个东西是一个规格 注意到 就是说 它的 它这个 像Folk Folk是有规格的 但是Clone呢 它就是什么 Clone就是Linux上 就是Linux上 它的一个 语义上 会有一些特有的设计 而且你可以从这个 Linux Kernel 对应的改版 可以看得出 其实这件事一直在 在什么 在扩充 所以你看 像这个 Linux 4.6 一直都在腰子 会有Clone 所以这也是 你为什么需要读 man page 因为man page 就是活着的 当然有个前提 Linux要继续来升级 所以你开发Linux的机器 最好也是跟着升级 就是 升级要够新的版本 比方说像 像今年是2018年 你应该 如果说你用Ubuntu Linux 应该就要自杀升级到 18.04 LTS的版本 然后你升级的过程中 这些东西很重要 就是这些新的知识会进来 所以你说Linux科统那么复杂 要该怎么学 绝对不是这么看的 但是 有时候 你还是需要看一些资料 对吧 就是 你的学习怎么来 很多时候就从这边来 就是说 我从这个演化里面去看得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个 老板 就是 所以这个NPT 它把Linux的系统 需要把它包装起来 另外一个东西叫Futex 你可以快速记一下 Futex的设计是说 降低LAC的成本 它让很多LAC 这些Mutex LAC Condition Variable 对后面对应的Mutex 它的这些LAC成本降低 尽可能在User Space做 Condition提供最基本的资源 Condition提供最基本的资源 所以就是说 尽可能LAC在User Space做 所以Futex这个设计 我们来看一下 Futex 这个东西也是很好玩 就是说 它是怎样 它是做一个快速的User Space Locking 注意到 这个Futex本身它是一个系统呼叫 但是它允许 在User Space做完LAC 所以我就不需要怎样 我就不需要繁琐的在 Kernel跟User切换 我们之前讲这个系统呼叫的时候 有讲到这个部分 这个User Space跟Kernel Space切换 是一个很大的成本 而且更麻烦的地方是 现在有说层次 就是大量的资源序 像Database 像Android 一个Android系统 会有300多个Thread 你没听错 就是一个这样的手机 这个东西有时候听起来很奇妙 你看 像我这个自台电脑 自台电脑它是有做事情的 它在执行一个区块链有关的应用 可是好玩的地方是 这上面298个Task 结果你没想到你的Android手机上 竟然有300个Thread 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要怎么降低这个Thread切换的成本 要怎么去降低这个LAC的成本 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注意到 Linux也为了这件事 持续的去演化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这个Thread Model 那有一个叫One by One 然后M by One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Model 那这个1比1跟这个M比1到底在讲什么呢 其实就在讲说是User User对Kernel 所以注意到后面那个东西都是讲Kernel 然后你看到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 你看到这边有两个PID 分别是100跟101 然后如果你的 这个 执行序呢 是User有一个Kernel就有对应管理一个 那我们就称为这东西叫什么呢 就叫做 就叫 就叫One by One 就是 就是One by One的设计 那 这是 这是Linux上的一个 线形的做法 但是呢 在这之前呢 其实有一些变形 这变形是这样 就是说 注意到 底下是User 不要看错 底下是User 那User呢 有很多的不同的 不同的Thread 但是对Kernel来讲 它从来只认一个 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呢 也就是说 不管User UserSpace的Thread有再多 Kernel只有一个 那这个东西呢 在早期呢 是存在的 叫做LinuxThread LinuxThread 那这是很早期的东西 它是在1996年就被提出来 大家知道一件事 Linux是在1991年提出来 然后1992年变成GTL 然后获得巨大的财纳 然后 注意到一件事呢 这个东西是在1992年提出来 然后呢 它在 在这个 基本上过了十年就退休了 因为被NPTO 换掉了 然后 但是 这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设计 就是说 即便你的作业系统没有提供一些必要的资源 你可以在UserSpace 用 用 刚才提到这个 Clone 这个 系统呼叫 去 协助去做出来 那这样的实作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从头到尾 Kernel只认得一个 一个PID 所以不管上面有多少指定序 你想啊 如果其中有某一个指定序 它Blocking了 比方说有Blocking IO 比方说它做Read 做Write 这种Blocking IO 那整体的所有的Thread 也会跟着Blocking 因为从头到尾 Kernel只认一个 反过来说呢 如果呢是这个设计 就是说 我今天呢 Thread有建立两个 那 我呢 分别就对应到PID100 跟PID101 那所以其中一个 它做Blocking 另外一个还可以继续 所以 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就 就可以避免这个Blocking 也可以让这个应用形态更直觉 那当然你会好奇说 那有没有可能是M by N的 也就是说 User有M个 然后Kernel有N个 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模式 有 但那个模式后来被证实说 是一个比较 没有 没有效益的设计 所以陆续被 它只是让整个系统变得很复杂 所以陆续被 被舍弃掉了 好 那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执行序跟它的同步问题 那我们讲这个 执行序跟它的同步问题之前 我们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你可能知道一个词 叫做Reentracy Reentracy 这个词 注意到 它的中文翻译叫做 重新进入 好 然后注意到重新进入这个东西 我先来讲一下它的 原因好了 好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程式很好玩 它就是 它不是Reentracy 所以Neither 好 那你看 我今天有一个 swap是这样实作的 就是说我先把 s的内容 copy到一个暂存区 暂存区里面 然后呢 这个暂存内容 再自拍到y 所以我就这样交换的 交换的这个 交换的内容 好 那可是呢 如果呢 如果呢 这个东西 被实作完 好 而且被其他人用 好 比方说什么 Isabase拿来用 好 那因为交换资料这件事 其实很常见嘛 好 那注意到记得 好 带进去的时候要带一个 带一个指标 好 不是带 不是把s的数值 因为s只会copy过去 今天copy过去的数值是 指标 指标的数值 好 好 那你看哦 这一段程式麻烦的地方在哪里 乍看是没有错的 乍看绝对没错 只是一个function code 但是麻烦的地方在哪里呢 有没有可能执行到 执行到这个时候 突然发生什么 再发生一个中断 而且中断呢 它对应的service routine 就是中断的那个 interval handling 刚好也是这一段程式吧 那这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呢 这时候会遇到说 我前面已经执行到这里了 好 所以我的temp已经改过了 但是呢 因为我又再重新怎么 重新进来一次 对吧 我因为isr出发了嘛 所以我又重新进来一次 那可是这个temp值被改了 对吧 原本你看哦 原本是 原本是这个 呃 原本是1 对吧 然后呢 到这一步的时候呢 到这一步的时候 原本我要把我的1 把他怎么 把他 把他指派到这个 Y的地方去 但是呢 这时候呢 可能会遇到什么 因为我重新进入了嘛 所以导致呢 我这个temp被换掉了 跟我原本的那个 预期的1 不一样 有可能变 因为输的时候可能是2 好 所以导致什么 导致我的这个 导致我原本的这个temp值换掉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很麻烦 就是说那请问 最后这个swap 到底是成功完成 还是没有成功 好 他也是可以执行完 但是执行的结果 可能跟我们期望是不同的 好 所以到底它的值是1还是2 好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 好 所以注意到一件事 这样东西 我们就称为叫 reentrance 好 就是说我们要怎么 这种现象叫reentrance 好 那所以我们要去想办 让整个城市 是可以做到reentrance 好 就是有能力的处理这个什么 处理这个 处理这个 呃 重新进入的问题 好 那你看我们刚刚讲这个例子 中断处理 中断处理 其实它不需要作业系统 好 或者放个角度想 呃 就算没有作业系统的前提下 reentrance 好 也是要考虑的 为什么 因为我就是要处理中断 对吧 你不太可能完完全不处 不处理中断 你不可能说 买一台电脑 从来到来只是为了执行hello 不是 就算要执行hello也是要中断 我就是讲错话 应该说 你从来到来不太可能说 买一台电脑只是为了做 做上面这些数学运算 对吧 你买一台电脑不是为了只是做一加一 不是做 只是为了做这种无聊是不可能 好 只要有涉及到周边 涉及到这些显示装置 基本上都会有什么 跟中断处有关 可是只要有中断 就要考虑到reentrance的问题 所以注意到 reentrance这个东西不是只是在 呃 不是在有作业系统的情况下会遇到 没有作业系统也是要遇到 好 然后 那这边底下有个例子 就跟你讲说这个 呃怎么去处理这个 这种状况 所以比方说你在 呃 function code里面 C的function code里面 有时候会看到这种底线R的 这个 这种底线R的 底线R的就是reentrance的版本 这个 reentrance的版本 然后 呃 你可以去对照看那个newlib 就回去看一下这个newlib 那它有个对应这个 底线R 就是 就是这样 就是有办法做到reentrance 就是确保这个reentrance 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就是说 我去避免 可以看到 刚才会遇到那种问题 就是有全域变数 然后 那像strtok呢 怕你忘记它在干嘛 我们看一下 strtok 它的目的要很简单 它就是那个tok 就是token 就是切割不同的一个单位 我把个字串切割 依据什么切割 比方说有空白我就切 比方说hello 空格 r 那我就把hello跟r 切割成两个token 好 可是呢 在原本strtok的设计是这样 我呼叫一次 去切一个 呼叫两次切两个 知道什么 知道没有东西回传为止 这个东西是很直觉设计 可是它仰赖了一个全域变数 对吧 仰赖上一次切到哪边 所以我要怎么避免 这个在避到就是我要怎么去让这个方式有办法做 这个方式是改不动的 好 这道理简单 因为它已经用到全域变数了 所以怎么办呢 你为了这件事只要改一个避开这个全域变数问题 所以你看到 这东西加一个这个东西 加一个工作区在这里 好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这也涉及到一个API的设计 Re-Entry 在很多这个就是在多工 或是在中断处理都会遇到的Case 所以我们在这个设计的C function的时候 设计一个工具的一个韩式的时候 其实都在想 就是考虑到这个议题 所以你可以过程中也发现什么 那完就是 作为系统也会演化 你看这个东西最早什么时候有 最早在那个BSD的年代就有 你看这个东西存在很久了 什么4.3BSD就存在 甚至在那个System 5 注意到这不能念SV SV是防车 这不是 这是System 5 V要念5 那R是念Release System 5 Release 4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存在很久了 但是它的ReEntry的版本 是后来才存在的 是后来才存在的 你看这个很好玩 很早的大家都知道 这个东西是什么 它不是这个 Multi Thread Safe 所以我们就为了这件事 后来去发展一个 能够ReEntry的版本 才能够就是什么 去做到这个 Multi Thread Safe 好 然后 所以最大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Signization 其实考虑议题 不是只有在作业系统 这些议题都要去关注 好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 好 继续 我们刚提到这个 对Entracy这个问题 那接下来就是 我们再看到说 Linux怎么去处理这个 直径 然后 底下这些内容是这样 就是 底下这些内容是来说明 就是搭配说明 或者帮你画重点 然后帮你标出说 同一篇哪边的地方可以先看 所以如果说这份投影片 你如果觉得很漫长的话 因为我们只会讲一部分 但是你可以 搭配等下讲的东西 然后对照看里面的关键字 去查必要的资料 学习Linux是比较麻烦的 就是要 掌握那种自学的能力 你会看到很多很精美的投影片 不过你通常看看就好了 应该包含我自己都不太做 这方面的投影片 不只是因为懒 最重要是因为变化太快了 所以你可用共笔这种东西来呈现 因为过时的资料 可能比没有资料还严重 好 然后 所以我们来探讨就是说 这个 资金序作为一个多数 作为系统最小的一个资金单元 我们在意什么呢 我们在意它的处理机制 以及说后续的 像这些排程的影响 以及它跟这个process之间 什么的互动 好 那前面我们提到这个Linus的实作 其实Linus用一个很暧昧的方法 如果你看一些书本 像那个恐龙书 他在一开始就提到像Sorais这样的作用 他讲了这个Liber Process 那Linus的实作呢 它也是Liber Process 可是它用很暧昧 刚刚讲那个Clone的那个东西 你把它读完就知道为什么用暧昧这个词 因为你很难区分说一个thread跟一个process 在很多系统是可以很明确区分的 像Sorais可以很明确区分 但是呢在这个Linus来讲 它不是那么容易区分 它是完全取决于说 我要分享多少资源而定 所以注意到 这是Linus上比较奇特的地方 那用thread的好处就是说 因为它的建立thread的成本 是远远是很低的 还记得之前Microsoft的研究吧 稍微瞄一下 所以看到建立一个process 其实它是一个很高的成本 尽管Linus在这方面已经是很好的表现了 但是就是说跟这个 所以比起来还是差很多的 然后好玩地方在哪里 后面还是一些好玩的议题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所以它的成本 是建立的成本是低很多的 然后切换 切换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edges based不需要 不需要真的去完全变动 我只要做必要的context switch就好了 就是我的thread的context 其实还是要 就是那些 所以对应的那些暂时期的内容 我还是要做context switch 但是呢我不需要做到edges based的切换 所以这个整体成本是低得多 当然这里有一个缺点 最显出的缺点就是说 如果其中有一个threader 导致一些记忆体的错误 不正确的记忆体存取 或者遇到处于零 会遇到什么事 那其他的threader 只要是在同一个共享的 只要是一起共享的process 就会跟着量 就会跟着crash 所以比方说 我竟有四个直接去共享 同一个process的资源 其中有一个资源区 它就处理零 所以刚刚那个处理零的问题 就这样 Signal就出发了 那预设就是把这个 层次就不执行 就资源就释放掉 所以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 导致这个debugging 就很麻烦 对不对 就是说像这种东西 人家很小心地撰写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说 下面那些同步的处理 以前process之间 它可以用IPC 送一个signal 或者说 共享记忆体的方式去处理 可是在这个threader来讲 因为它所有之间 预设都是共享 你看process 我想去共享 再去做 用nmap的方式去共享 但是在这个threader 预设就是共享的 你要让它不共享 还要花点心思去做 是可以做 但是还要花点心思去做 然后你要去保护 所以这个东西在撰写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也导致呢 有很多新的程式源推出 就是打这个痛点 比方说像这个go go呢 就有个东西叫channel gochannel 好 那我想一下怎么跟你解释 gochannel 好 所以比方说呢 在这个 这张图画得还不错 就是 你可以看到上面有个gr gr gr呢 gr呢 就所谓的是glinfred gr 先找那个图 好 所以呢 你看哦 这个东西有点好玩啊 可是呢 我们事实上呢 就是 你就想要说我事实上 我程式源 就提供一些语法 比方说像这样的语法 就可以让你很容易地建立一些 我们称为叫glinfred 一般来说由程式语源 去创造出来的一个 知音序 我们就称为叫glinfred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出现很久了啊 比方说像那个JBN JBN也会有这个 就是 你最好还是不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有时候很好笑 对 绿色资金讯 因为我们台湾人看到绿色都会想到别的啊 比方说什么电影啊 或是想到这个环保啊 对不对 这个 它有环保的概念在 但是你知道吧 台湾人对这个环保认知不太一样 然后总之就是说 这个东西要green spread 所以就是由 做 一般来说就是由 程式语源去提供的 的 执行序的服务 那它可能是由 自己去管理 就是 一个虚拟机器去管理 那也可能转交也 转包 作业系统的提供的一些API去管理 都有可能 但是呢 整件事有趣的地方是说 透过这种channel 它可以让你这个 因为写程度最难写 就是多执行序的程式难写 就难写在这个 生产者消费者啦 还要用blocking的问题啊 注入词量 还有一些 一次性的问题 那所以go呢 为什么后来很多人采用 尤其是区块链出来 区块链出来之后呢 为什么go被获得巨大的采用呢 你要问以太坊 对不对 有个东西叫什么 go ethereum 对不对 这个以太坊的那个程式码 就是用这个go原写的 那很多专业就是跟 以太坊延伸过来的 或是跟以太坊的效法的 所以导致一堆程式就是用go原写的 好 那所以不然说像dexn 对 dexn 那个 诶 不好意思啊 怎么跑出这个东西啊 这个 对 那这个dexn呢 它也是用go原写的 那它有一部分的程式码 也是 呃 跟以太坊共享的 那 所以你看到说 呃 程式员 他会来解决什么 刚才讲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些 呃 比较麻烦的地方呢 千万不要当作说 欸很麻烦就不想做了 呃 尤其在台湾公司啊 我想 你你如果是在台湾公司待一阵子 就会发现啊 那公司呢 有时候有时候做决策 有时候很难理解啊 对不对 就是 尤其公司规模再大一点啊 能理解啊 就有点像看 看那个苹果日报一样 有没有 画个表啊 那时候哦 这个东西剩剩剩剩剩剩 然后有时候有些主管呢 有些决策单位 不是主管啊 决策单位 他的考量点就是说 哦 这个缺点看起来 哎呦 优点有三个 缺点有一二三四 啊不好不好不好 对 然后看到另外一个表面说 哎呦 优点有五个 然后缺点有三个 他说啊这个好 拜托啊 这要看出这个缺点 有没有多致命啊 对啊 我这个也可以讲出一个优点啊 对啊 像我这个人 不高不帅 就 就不会跟别人真男朋友啊 对啊 然后那个 就是不高不帅 就是很安全 对吧 我可以讲出一大堆优点啊 那只要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缺点就够了 对不对 太矮 中僵啊 就等于这个 你看这个 PTE不是说什么 升高不到1710 1715叫半产嘛 那升高不满160叫 升高不满165 就不知道叫什么啊 像我这种人应该就全产了吧 以那个PTE来讲 这全产文是残废 对不对 光有这些就够了 然后 所以总之来讲 整个是好玩的地方在哪里 在这个 这个threat呢 它变成一个很 现在变成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因为我们相关的程式语言 像Java Go 它发展完备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在上面 程式怎么很难写 那反过来说 你去想 一开始Linux發展的那个年代 就是在1992年那个年代 所谓的九二共识 那这个1992年那个年代 其实很有趣 当时的程式语言 是不够好的 当时当然有西语言 有西家家 这都是很成熟的 在1992年的西家家 现在就已经很成熟了 那个那个 那个相关的那些国际标准 已经已经有推出来了 但是 它上面的 能做的事是很有限的 尤其是这种 多子进去的程式开发 是很痛苦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很仰赖 做一些我们提供一些 必要的系统护教 我们仰赖一些 很复杂的韩式库 但是Java Go 这些语言出来很重要 因为它让整个 多子进去的撰写 变得很自然 像Java的话 你只要用到对的那些 就是所谓的package 就可以用 而且在本质上 很多东西就是多子进去的 比方说garbage collection 你不用三不五十去 互叫garbage collection 因为背景就有个 执行区专门在做这件事 同理Go Go 刚才讲的channel 这种机制 其他程式也有类似的设计 像Ruby之类的 或是像Python 也有专门的多子进去的package 好 那这个P3 那个P是什么 是Pocess 它是一个工业标准 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test truck 那test truck里面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state 注意到这个东西叫state 那他就是讲这个什么 是process 注意到是这个行程的状态 然后这个东西注意到 这个东西会变动的 有可能会新增 它不会删除 但是有可能会新增 所以你看这边有几个状态就是在执行 然后呢 有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什么呢 叫做interruptible 看这个东西很好玩 这个任务 目前这个任务可以怎样 可以被中断 被打断 注意到我不用中断这个字 我已经打断 可以被打断 所以他今天就睡觉 然后呢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也可以规范这个 就是说uninterruptible 那你看后面解释很好玩 它是什么 它不容许你接受什么 不容许 接受signal 所以他就 我不会去处理signal 注意到这个 这个no process 这边的process是处理的意思 但是我们整个东西要翻成行程 这个东西如果你要翻译的话 这上面要翻行程 底下翻处理 所以我不会去处理signal 所以有时候 你知道这个 你知道有时候 看到网上讨论很好玩啊 说这个中文书犯的很烂啊 不要看中文的啊 我都看原文 好 但是问起来 如果你对一个东西没有know how 没有知识的话 你看原文有时候是 有可能只浪费更多时间 所以一个好的中文书 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或者说一本书翻得不好 我们透过其他东西去补充 或者透过这种讲座 或者透过这种共笔 把一个好东西 或者哪些东西都要修正 那只要让这个讨论通畅 其实这样知识传递就有啊 而且知识只要传递带动之后呢 尤其你是工程师 会因为这些受益人 当人家查资料的时候 可以查到更多更丰富 或是修正过去错误的认知 那我们再继续看 那你看哦 那另外一个状态叫stop 所以你看哦 有三个奇怪的 有三个奇怪的状态 一个就是可以被人家打断的 我们称为叫做interruptible 然后一旦被打断就睡觉吧 那个另外一个是怎样 不准给人家打断的 所以我不处理不处理signal 那但是有一个东西是什么 是叫stop 就是说比方说呢 我就是我就是自行到一半 我就我就停下来 像是像是你有个回圈 像是我们写个小程式 写个小程式 像是这样 好 那我觉得这起来是个无穷回圈嘛 对 好 然后 去编译它 好 那这时候不会遇到处理人的错误 是因为还没执行到 好 那这时候好玩呢 如果你按下Ctrl C 好 按下Ctrl C 会发生什么事呢 会送个signal 这个signal是怎样 是 我 我就不在 我就不在 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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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你有可能会遇到一个有趣的状况是什么呢 是 这个 好 你看到这时候好玩了 它跟你讲说 它stop 好 然后呢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让它返回到前景 好 就是 FG表示什么 FORGROUND 就前景 在UNIS一堆东西都缩写 所以有时候 UNIS讨厌的话是这个 但是你熟悉它之后 你也觉得缩写好棒 对不对 你不用打一堆 一堆字 而且 缩写某个角度也是一种精英主义 对不对 你就觉得 你有忧郁感 所以很多用UNIS都会有那种心中的忧郁感 就变成电脑的 电脑的老板 电脑的主人 好 那你看到我们刚才按了Condusy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是 这个stop 所以这边会有个什么 会有这个 这个signal 这个stop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再来是呢 透过像debug这样的东西去追踪 会陷入一个状态叫trist 好 所以比方说呢 我们用那个 用GDP 去执行那个 刚刚那个程式 好 先载入刚刚那个程式 好 好 那我们没有指定DebugSignal 不过没关系 就是 想说设定中文点在Mate 好 那这时候呢 我按R 好 这时候很好玩喔 R 这个东西呢 注意到这个东西喔 我在执行的时候呢 当下 你看喔 就是 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当下 当下 我们如果去找GDP 显然呢它会有个行程 对吧 它这个行程叫什么呢 它的编号 PID是 11541 然后 然后 所以这个时候呢 GDP显然是在执行的 好 那当然你可以打一些字吧 对吧 你可以打很多字啊 打什么屑啊 对吧 或者什么 像这样 好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在里面做某些事 这显然是吧 显然是这个 在这个PID执行的 那可是请问 那原本的一个程式 就是原本的一个 A这个程式 它在哪里 这个A呢 这个程式 抱歉 好像有点难找 我取冲名字了 对不起 不冲来 取一个好一点的名字 我该叫什么名字呢 好了 那就 叫做 ABCDE 这就没有了吧 对 好 那所以呢 我就叫一个ABCDE 好 设定中断点 然后 执行它 好 那执行的时候呢 因为触发到中断点 好 那我们再去找我们的ABCDE 好 那好玩呢 事实上ABCDE也是存在 对吧 而且它的PID是多少呢 它PID是 11866 那另外一个东西叫什么呢 另外一个东西叫GDP GDP是 1839 所以你看到好玩的地方在哪里呢 这个 11839 目前这个GDP是先执行的 然后后面这个 11866是之后才建立的 就是这个PID会 就是 PID在 你可以想到它 它顺序位置 它那个号码位置跳 所以你可以看到什么事情呢 就是 显然这个ABCDE 是在GDP之后才去执行的 那可是呢 这个 GDP呢 它现在什么状态 注意到 这个PS来讲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好玩的地方在这里 好 所以你看哦 这边 我 我其实这样 就是我现在这个S的状态 然后呢 这个 这个表示什么 被 被Trace 就是说什么 Trace 注意到 要加D 所以它被 某一个 某一个 PASSES所 监督 或者说 某一个 城市所 所追踪 所以它会陷入一个这个Trace的状态 那只要让它跑 让它跑完 那个就会回到 原本这个S PLUS的状态 好 那这东西太无聊 我们就不跑了 好 然后 然后 然后再来是有个东西叫 中比 那这个中比的话 请你查一下 就是 简单就是说 呃 我会有个Parent 有个 就是 我Parent 产生一个Trial Process 但是发现Trial 执行到一半的时候 发现Parent不见了 那这个 这个东西是一个 在做下Trial 在等的时候的 它是它的Vitamin 好 然后 那你发现TestTrack里面 包含东西多的是 对不对 像前面讲过很多次的 什么记忆体 大概系统 什么一大堆的 然后就像这四个籠 所以 所以 这个东西呢 里面是很麻烦的地方 它 所以 为什么在八年年代 人们为什么对Michael Kernel 那么大的关注 因为维护这些东西 真的是很大的成本 这个东西就是千一把动全身 而且 八年年代那时候 那时候电脑 做一种 在剧烈的扩张 对不对 那时候八年年代 犯什么事 八年代有作业系统 它用在很多地方 所以 比如说像那些印表机 比如说那些 像是医疗设备 里面有用在这个 有作业系统 而且那时候需要什么网络 党案系统 这些都是在蓬勃发展 那如果说像linus kernel这种 我们所谓叫monolithic kernel monolithic kernel 像linus kernel这种 monolithic kernel 那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整块的 它不是混合 是整块的 整块或是单 也有人翻译成单核心 不过这听起来有点怪 就是Michael Kernel 它其实也只有一个 kernel 对不对 最好不要把它翻译成单核心 应该是翻译成整块的 整块或整体的一个 kernel 那如果你是这种 monolithic kernel的话 就很麻烦 就在维护这个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80年代 所以你看 这个历史的开发很有趣 你看到CMU那些研究员 那些Apple Apple跟Microsoft的工程师 都是世界一流的 对吧 这是很显然的道理 但是为什么他们 那时候在80年代 90年代 这长达20年的时间 投入很多Micro kernel的研究 只是证明说Micro kernel效率很差 他们是傻子吗 其实不是 而是因为人们那时候 遇到很大的困难 就是很多时候 像monolithic kernel 就很大的困难 就是一旦一个东西改变的时候 我到处都要改 就牵一把动全身 Linux kernel一直到今天 还是这种风格 牵一把动全身 但是透过界面的调整 还有通过大量的开发者 去帮忙debug 所以你会想说 其实Linux kernel 对 它不是很优雅的设计 尽管它在此处要优雅 如果说你真的要去看优雅设计 你需要去看BSD 你要需要看SEL4 这种作业系统 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做优雅的事情 花很多时间去想这个界面要怎么做 才会又漂亮 然后潜在的最佳空间才会存在 但是Linux好玩的地方是 它不是那么在意优雅 它会在意能不能用 能不能改进 然后再持续地花很多时间来反省 所以你读Linux的资料的时候 有时候很苦恼 界面可能说变就变 甚至很多特征 可能就一切之间就不见了 一个功能一切都被拔掉 那这个东西就是Linux 所以你可以见证到 所以为什么我们重复讲很多历史 因为你要了解Linux 就要了解这些历史的变化 那反过来说你看一些作业系统 比方说Windows 或者说BSD 他们这方面就很保守 所以有时候因为它的保守 有时候就限制它的发展 这有好有坏 因为像Windows 如果说你有机会去看Windows的Kernel 我看过一部分 但是我不能跟你讲 因为它是机密的问题 WindowsKernel 其实有趣 它很多界面在90代就定好了 而且一直到今天 都没什么大改 这个很有趣的是至少在Linux上 是很困难的 Linux只能确保 系统不交 不会随便改 Linux系统不交 但是Linux的系统不交 尽可能不要去改 但是Kernel里面的东西可能是大改 像我们之前在讲 同步机制的部分的时候 就讲到像Big Kernel 说拔就拔掉 一拔掉 然后一堆东西都改到了 那我们之后还会探讨说像Linux的一些Pre-Ancient 就是跟Linux有关的 那个东西又是大改 那个几乎就有发现里面有凡天覆地的大改变 好 那这张图在展现Linux的这些不同的状态 所以比方说它会有这个Block 一般来说就是为了这个IO 然后 那一旦呢 一旦你的IO已经完成的话 那我就重新怎样 重新排成 所以我们在前面不是有讲到这个VQ 我们有讲到Rong Queue Rong Queue 对 是从这个Rong Queue 然后这边会 就是进入Block的状态会怎样 会丢到这个VQ Rong Queue 然后呢 再次一个程式的最终最终支援释放掉的时候 释放掉的时候 释放就是Termine 然后这边顺便做一个资讯的补充 就是说 像刚才那个 我再写一个程式好了 比方说呢 你写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程式 SDDIO 然后 然后你去Maillock 比方说你Maillock 好 这样子 那 你这个Maillock玩很好玩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 我们去编译它 好 那 我 诶 我打错字 SDRNT 对 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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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这个东西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的程式的确是怎样 的确有Maillock 这个1万个 1万个byte 或者比1万个略多的空间 好 那 可是有趣的地方是 随着程式的terminate 好 所以其实呢 这个空间也会被释放掉 好 那更正确的说法是 不止这个空间 不止这个hip空间 而是当时就是这个 这个process 他曾经活着过 所以这个process 所在的这个 asset space 也会跟着什么 被消灭 好 那这个是在Linus 来讲话 比较麻烦的地方是 所以呢 这些资源管理的 在整个process 也是其中一个部分 所以你看我们再 帮大家重新回想一下 所以Linus的process 是什么 它是一个执行单元 系统资源 的一个什么 抽象 所以它既是一个执行单元 也是一个 对这些资源 作为一个抽象的描述 所以包含说这些议题 包含说刚才这个小城市 我呼叫Maillock 但是我没有free 会不会影响到其他人 很酷的 但是在Linus上不会 多数情况下不会 在某些情况下也会 给你提示 如果这个东西很奇怪的话 碰到不该碰的地方 有可能 好 但是你看 所以你要管的事情 真的是还蛮多的 像这个议题 然后再来是Linus上 这些thread simplification 我们之前有讲 这个同步的处理的时候 有提过 然后再来是这个futex 好 然后再来是 底下有个work queue 那work queue 这我们之后还会继续探讨 就讲这个 它是另外一个 处理的单元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里面很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说 我们事实上 在 以这个process的观点 你看 我这process 一旦呼叫到一个系统呼叫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系统呼叫 可能是像前面讲的futex 那其实呢 会陷入一个什么 会陷入一个process in kernel 再讲一次 process是一个把抽 这些系统资源把它抽象化 然后呢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执行单元 它不是最小的执行单元 但是它是一个执行单元 所以我在上面可以描述我的资源 描述我的那些signal 描述process跟process之间要怎么通讯 但是呢 它一旦呼叫系统呼叫的时候呢 很好玩 这时候呢 我们的模式会改变 那 所以事实上process 曾经有 在某些状况下 它会怎么 它会陷入到kernel 在呼叫系统呼叫之后呢 会陷入在kernel 所以我们中国社叫做process in kernel in kernel more 然后 这个时候呢 kernel可能会有别的事要做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说 B这个任务比A还重要 所以B被排进来 所以你要注意到排成器 一旦把B排进来的时候呢 我现有这个A就被抢占了 所以注意到这个pre-ent 这个pre-entit 就是 中文翻译没有一个一致的方法 但是你可以把它翻成抢占 就像山寨大人一样 去抢那个什么 原本 为什么叫抢亲 抢亲在干嘛 抢亲就是人家本来就有快快乐乐的婚姻 只是 女孩子 新娘 新娘这个要跋山涉水才能到新郎家 才能找到一个归宿 但是突然跑出一个更高优先权的 叫做山寨大王 就把那个人家掳走了 好 这东西要抢亲 那我们称为 这件事我们叫pre-entit 就是这个东西被抢占了 那B这个时候呢 一样它也可能会执行系统抢占 所以它会有process B in kernel mode 然后呢 终于呢这个B执行完之后呢 那这个A才能继续执行 这个东西叫做pre-entient 然后呢 这件事呢 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是什么 那你看到原本A的执行时间 它原本A只有这一段加这个 但是它最终呢 完成时间呢 其实比它预期还长 对不对 最终执行时间是 以谁为定 是以B为主 对不对 所以B呢 抢占时间越长 那A呢 被拖后 被拖延 被延迟的时间就越长 那这个东西呢 你可以把它稍微记下 Linus kernel花很多时间 去改善Linus kernel的pre-entient 那最主要动机就是降低整个 kernel延迟 另外一个动机就是 让kernel的旅游团处理能力 可以有机会做到更好 那之后我们会来 继续来探讨这个部分 然后接着我们来讲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Valqueue 那Valqueue呢 注意到Valqueue这个东西呢 它会对应到一个 一个Kernel Threat 那所以你看到 这个Kernel Threat 最主要是来什么 跟这些process的context 所以就是那个 比方说你做一个动作 做一个动作呢 比方说跟你按 你看到你 这个手机嘛 对不对 我按这个电源 那这个画面会亮 那接着我可以干嘛 可以去触碰 对不对 去按 比方说我这个密码锁 好 那这个东西呢 要做到的 其实需要很多的介入 对不对 你的中段处理本身就是 中段处理就是一件事 然后你的 就是比方说按那个按键 本身就是一个中段 然后呢 你的画面 对不对 你的这个 这个什么 那个 触碰式萤幕 对不对 你去碰它 对不对 这本身也是什么 也是个中段 然后呢 好办的地方是什么呢 但是呢 以使用者观点 以应用程式的观点 这些东西都是要相互合作的 所以 当我从英特拉 Handler 到右边这些应用程式 一些更新呢 我需要个机制 去让我把这些 好几个年代的东西 把那 把那是什么 建立观点 这我们就有个 叫做Vocube 它是个结构体 那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Vocube呢 它还会绑定在不同的什么 不同的CPU上 所以我这边就是 里面就 要做事情很多嘛 比方说我要去处理我的触碰萤幕 我要处理我的按键 然后 我要去通知 什么 通知我的应用程式 该更新画面的 该卷动的 或是显示一个什么 电源不足的状况 那 所以这边你还讲话呢 你看这边都会绑定一个 对应的这个CPU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在Process内部 也有专门跟什么 跟Vocube互动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看一下 好 那终于呢 我们在这边来讲话呢 终于可以 再回顾 所以我们这边有另外一份投影片 这边投影 就是我们这次讲座 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我们用很多投影片 然后反复教他 让他 教他对照 然后去思考 让你理解这个盘跟错节的关系 好 那这个是刚刚那个曹效力教授 他的投影片 那 如果你看这个地方不胜懂的话 没关系 你可以往上卷 就是把我们来的公笔往上卷 那上面其实有录影 我只是帮大家画重点 那曹效力教授讲很多 他从这个中段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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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多的 那这都是一些被 需要的背景知识 所以说你会发现很麻烦 就是 这些东西从来没有带走过 好 那我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提到这个系统呼叫 所以你看到 一个应用程式 比方说它里面有 Read 那Read我们 在那个 系统呼叫 那个 讲座有提到 它其实会有一个 Library Vapor 比方说把它包装成系源的 Function Code 或者其他程式的 Function Code 好 那最后呢 会对应到真正的一个系统呼叫 叫做Reader 那一旦Reader 成功触发之后呢 它就这样 处理器的模式会切换 然后我在观念上就变成了 Curnal Mode 然后呢 在Curnal Mode 就有对应的这个System Code Handler 那这个东西呢 跟答案系统有关 就是 你可能知道一个东西叫Virtual Fire System 然后Virtual Fire System 会去把电话挂过一个特定的一个 答案系统的实作 好 然后呢 因为做这些IOS呢 是很漫长的事情 所以它可能还涉及到一个重新排程 那好玩的事情呢 是这样 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点 因为我要处理这些中段 大家讲出来 处理这个 答案系统可能要很花时间 但是好玩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时间点 一个中段发生了 这个 就是 在 在 在 就是我们做这一次 那其实 就是 像 像你画面上看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色 橘色 橘色这个点呢 它就是一个中段 所以我可能 这个时间点中段 那真正中段的处理是在这个时间点 去出发的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呢 很有意思 就是我要 我这个处理器 中段出发的时候呢 处理器状态也改变了 然后 处理器改变之后呢 我记得要干嘛 来处理这个 真正的中段的部分 好 那你看 那原本呢 在这个时间点 在这个时间点 有排另外一个新的任务进来 注意到 注意到颜色 蓝色是小的是D 编号1的 然后那个 那个绿色也是编号2 你可以想象中它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 但是即便它是比较重要的任务 我遇到中段的时候 也没责对 我处理器状态也改变了 所以我要等到这个中段处理做完 再接着回到什么 比较 优先是比较高的 然后 我把它执行完 再返回到什么 原本 这个 还没做完的 檔案系统相关的东西 把它做完 所以我们刚才讲这些坑的朋友安全的 其实在讲这个状态 然后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们会在 大量的会在这个 Process的这个程式码 看到这种体制 然后 Process跟Process之间怎么切换 然后再次我怎么处理 Interval Context 注意到 这些东西乍看好像都是不同的观念 但是在Linux的这个Process处理 这些东西是存在的 然后这些我刚才讲的Pre-Enchant 也是 也是你们在这个 议程中必须关注的议题 然后为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呢 给你一个提示 这涉及到我们怎么去计算时间 计算 就是我们计算那个 做一个时间的 这个 那个 Bookkeeping 就是我们去记账 记录这个 它耗费时间 所以我切完来切完去的时候 这个东西很关键 那更麻烦的地方是什么呢 我的一个层次之行 它不会在同一个 永远在同一个核心站 不会 它有可能会在什么 会在不同的核心上去运作 所以注意到 它有可能会在不同的核心上去运作 所以不然说我刚才讲这些事情 它的触发的时间点 因为真正在执行的时候 有可能会在不同的核心上 所以你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因为我们对使用者来讲的话 它就是认一个什么 认一个像是一个 像SystemD这种的PID 好多啊 这个 就是我们认的是像这种 像这个 这个东西吧 第一个UserSpace的程式 这是我们认知的东西 可是麻烦的地方是 其实我们 不会知道它最终是在哪一个核心上运作 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麻烦的状况 就是说 你真的要探讨这个Process的时候 你还了解说它是单核 多核 以及我们有提到这个HT 那这些问题呢 就涉及到更多很复杂的Persector 就是CPU的Topology 那整个CPU的Topology 就会变得很麻烦 所以就是说 它就涉及到东西像什么 CPUBinding CPU的Binding CPU的Binding 这也是我们之后会有一个 对应的讲座去讲这个部分 这个就真的很麻烦 什么Binding 还有Pinning 主持人 这个对不起 又是Process管理的部分 所以你会发现说 你在找很多资料 尤其很多学生 很多学生很喜欢从投影片去学东西 这OK 只要那个老师准备的资料够丰富 可是Linux是很全方位的 所以如果说你只是用你只是看老师的投影片 然后只看他前后的观点 就会很困难 所以其实比较好的重要是 就是你看看 那去干嘛 去做实验 然后做完实验去思考 去想这个中间做什么 好 然后我们这个部分先到这 然后就是讲Process管理 然后再来是说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就是说一个Process 其实它就是一个容器 它就是一个抽象 那所以其实有可能它没有什么 它会有对应若干的Thread 那这个若干的Thread 它又会对应的各自的一个什么 它有可能有对应的这个Stake 就是每一个那个 符合Function在执行的时候 它有对应的各自的Stake 所以你看这个来讲的话 我们要去看 就是说要去看的东西 只看Process 然后也有可能是那种UserThread 有各自的Thread 但是有一种状态是什么 是有个Kernel Thread 这些东西都会存在 那我刚才有提过 现行的Linux Kernel的设计是NPT 它是One by One的设计 好 那在排程的时候 这里面有个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该怎么去做实验 那其实有很多方法 在比较之前 你可以透过一个东西叫Link Schedule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这篇文章 它是一个模拟器 它在模拟什么呢 它把Linux的排程器把它放在User Space 所以简单就是说它对Linux Kernel做修改 就是Linux Schedule 注意到这个专案已经被 已经没有什么维护了 但它很有趣 它就是把Linux Kernel 把它这样 把Linux Kernel 还有Linux很多程式把它搬到什么 搬到Linux之上 所以它是完完全在User Space之行 但是它有很多程式码是共用的 共用Linux Kernel的 所以它是把 所以它是 所以维护这个东西很不容易 因为你要去修改Linux Kernel 然后把Linux Kernel把它 把有用程式码搬出来 那这篇文章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示范说 怎么去追踪 比方说像CFS这样的Schedule 它做了什么事 甚至你还可以把它视觉化 就是说我的 比方说我的Nice Value改变之后 它对于什么 它对于执行时间的影响 所以你看 这个Nice Value 你看 人越好 你可以执行到的时间 单词可以执行到的时间 就越少 那反过来说你人越坏 可以执行的时间就越多 所以用这种东西去分配 不过这有个问题 Linux Kernel它 它只能反映到 反映到这个 演算法层面 因为你要想就是 它像是把Linux Kernel 的一部分程式码 重新搬到User Space去做 然后把它提提起来 所以这注定的 就是Linux Schedule 这个东西就很忙维护 那更麻烦的是说 它没办法反映 实际上在多核的情况下 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后来就有一个东西 就很好玩 这个叫做 叫做Trader 那Trader这东西就有更新了 它就比Linux Schedule好一点 它一直到 你看这个页面 在上个月 就是今年的 今年的这个 十一月 还有更新 它就做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所以你看到 这边来讲话 你可以看到这边来讲话 就是我可以看到不同CPU 不同CPU上的就是 它就是排成状况 然后 我们就可以更细致的去看 然后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去追踪它中间的变化 好 然后再来是说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这个实验实验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边给大家一个参考 好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实验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设计实验 比如说这个是我之前有一个学生 就是 不是有一个 有好几个 有好几个很认真的学生 他们做什么事 他们就是去测量 Country Switcher Latency 测量Country Switcher的成本 这件事有很多做法 你可以直接修改Linux Kernel本身 但是这种东西很不好 它是一个侵入式的 事实上有一些非侵入式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去设计一些程式 让这个程式有统计去观察 所以这是刚才讲的 这就像统计物理的做法一样 就是这种观念 好 以上忽略一些细节 就是怎么去处理 然后我们这边讲一个工具 它叫LM Bench LM Bench 现在没什么在维护 但是它里面很多东西很经典 它设计一些程式 注意到它是很多小程式 你不需要去修改Linux Kernel 你只要把这个程式跑起来 而且这个LM Bench 不只在Linux可以跑 其实在很多像MacOS 某些项目都是可以跑的 它就是设计一些程式 去通过这些程式平反的执行 或者说连续的执行 来去测量一些出什么 像是Mainment Rewrite 测量它的Bandwidth 或者设计一些情境去做什么 Countest switch 设计一些情境去量 量什么 量这个TCPIP的效能 然后在这边来讲的话 就去讲 就是LM Bench的原理 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个理论基础的 所以你可以去参照 底下这边有帮大家列出来一个理论 就是它的一个方法 然后还有我们怎么去处理 你们看到这字都很丑 因为这个是很旧的一篇论文 然后但是设计很经典 然后呢 然后再更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你还可以去测量 比方说测量什么 测量这个 我看一下 这个是测量 比方说测量catch miss 所以你可以透过写程式的方法去看 测量这个catch miss 对这个什么 就是比方说不同的line size 就是你的记忆体的存取方式 然后看它对应的catch miss 然后再来是在这边来讲话呢 同样底下这边有篇论文 然后讲这个 catch miss怎么去测量 那注意到这个论文呢 也是比较很古老 不是比较旧 它很古老的东西 那这边呢 我们就选一个on的硬体来做测试 注意到它是一个单核的 单核的处理器 这真的是很重要 就会让很多事情变得很单纯 好 好 然后 那我们来想一下 这个context switch到底能不能测试 这个曲问是这样 就是说 简单说我们会透过一个东西叫pipe 就是我们会透过pipe 那 我们先做一件事 我们先fork 先fork这个pass出来 所以你看 我有一个pient 还有一个chart 然后呢 我透过pipe 那pipe呢 在做什么事情 快去看一下pipe pipe呢它建立一个通道 这个资料的通道 它建立一个资料的通道 那这个资料通道干嘛呢 它可以来做这个 行程之间的项目通讯 所以你可以想一件事 这个pipe两端 一边叫a 一边叫b 所以a可以写资料给b 那b 那b只要去接收 那就可以拿到a的资料 通理b 可以写资料到a那边去 那好的地方是什么呢 这样的一个ipc pipe可以做一种ipc 它有好玩的就是 a到b 其实本质上就是一个什么 contact switch 对吧 通理b 把资料传给a的时候呢 也是contact switch 所以我只要做一件事是什么呢 就是我去测量 透过大量的pipe 从a到b b到a 我一直反复做这件事 那这件事做了很多次之后呢 我去看整体的时间 那你不 那你就 不就可以知道说 我有 因为我知道我呼叫了几次pipe 那我也可以去测量整体的时间 时间只要够长的话呢 这个pipe被扣掉之后呢 我先去计算 一万次 一百万次 或者更多规模的次数 然后把整体的时间量出来 那我不就可以中间 就包含说contact switch 对吧 所以我就可以把 我只要把整体的时间扣掉 那个pipe本身的成本 那剩下的时间就是contact switch 好 那快速来看一下contact switch的这个数据 这东西很好玩啊 好 你看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去测量这个contact switch 这个延迟 那这边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横轴是 这个process的数量 所以我们从一个 两个一直增加到180个 好 那上面呢 是它的延迟 延迟的时间 那好玩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开始就是contact switch 延迟的时间 也就是contact switch的成本 你发现很好玩 就是一开始 一开始这个延迟的成本是这样 然后呢 后来延迟的成本是这样 就是 注意到这个 这个不是对数座标准 所以这个 我们标几个点 然后你看一开始的波度大概是这样 可是到了这个时间点之后 这个不是这个时间 这个数量之后呢 这个延迟的时间 没那么大 为什么呢 后来最后就解释 对吧 后来就是什么 就是因为cache 这件事就cache的影响 所以你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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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对什么 cache的设计 cache的设计对这件事就有影响 好 然后呢 那 底下就做一些实验 就说这个 像这个 cache的实验 那 这边呢 都有一些对应的程式码 那你可以去下载 然后可以照着这个 同学的一个实验方法去重现 那注意到 在现代处理器呢 有一些状况会不太一样 这是要 特别去注意的 然后除了这个实验以外呢 这些同学也做了一个很酷的事情 比方说 我可以去指定不同的排程方法 可能你知道这个东西叫ronlobbing 然后呢 然后还有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 FIFO 或是IN 或是OUT FIFO 那所以就是说这个 像FIFO也好啦 或者说像ronlobbing也好 那你可以干嘛呢 你就可以 做一些实验 所以比方说你看像这个东西 就是我这个东西就是 这个任务做完 才能够换另外一个任务 然后 或者说像这个ronlobbing 我就是两个任务相互都被交错 所以你看这个 这个以示意来讲 就完全不同东西 所以你说你要怎么去看见一个process 就是做实验 然后你可以调不同的优先权 然后底下就会做作业实验 然后还有一些别的任务 比方说有毒血 所以你看这些 你在不同的变因 然后得到不同的切换 然后像这边 你看这边 就去受到IO的影响 然后导致它的切换的状况会不同 然后 那甚至呢 甚至底下有建立一些 自动化工具 让你去检视 所以这个就是说 你要了解这个process 就是需要这个实验 所以我们在我们之后的讲座 也会来专门来探讨这个部分 就是说如何做一个实验 让你真正的看到 因为我们在这次只有讲观念 当然也知道光是观念 这个用戏真的还蛮多的 好 然后 那在最后的部分 我想来用另外一份投资片 把今天大家讲的东西 一口气把它回顾起来 回顾这些发展 看一下这一份投资片 好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重新再思考一下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 这个process 它其实是什么 它就是一个 一个去描述 现在程式 就是现在程式的一个什么 一个单元 那这个单元 反映到目前程式 所以比方说你在ps 你用psaus去看 你看到这些程式 那你用这个htub 或者tub去看 对 那你可以看到说 我这边有这些不同的任务 它可能分配到不同的核心上 然后它现在是属于什么状态 所以我们刚才有讲的这个s 表示这个状态 那像这个r 也表示什么 running 那但是其他的地方 其他就没有在running 那为什么 我总是看到这个htub 在running 因为显然 htub是什么 才是前起程式 但是呢 即便是它是前起程式 它也不是占用cpu最多的 对 你看这边来讲话 也有占用cpu很多的 进来有什么 看一下 等一下有个高达 高达500%的 像java这个东西 这个为什么 因为你看506% 不是500.06 为什么 因为它有很多核 把它加起来 所以它用这么多去算 因为我今天有24核 所以这个一忙的时候呢 很多核在忙 这是有可能的法师人 好 然后 我们刚才有提到这个crome 所以你看 crome这个系统部件很好玩 它可以来产生新的法师 也可以来干嘛 也可以来建立一个新的资金序 然后呢 再来是你可以透过这个 呃 那个 像 trace这样的工具 或者GDP这样的工具 它的本质上 它就是透过什么 都是透过Ptrace 代表Ptrace Ptrace Ptrace 透过Ptrace 这样的一些系统部角 去追踪程式 那一个程式被追踪的时候呢 它的状态又会改变 好 那Process除了 刚刚讲这些 这些 它执行的状态以外 它的这个 像Block Running 在VQ 在RunQ 以外呢 它其实还管理到什么 还管理到整个 它把这个 机体 也这样 也抽象化 也虚拟化这些过程 所以变成说 我每一个Process 都独立的 独立的 看起来一个Virtual的一个Edge Space 好 所以比方说 你看这样一个简单的程式 它就示范一个Funk 好 然后你可以去执行 那我们刚才前面有讲了一些特例的 对 Funk 做完 然后干嘛 Funk做完赶快去做ESEC 那我就不需要真的去复制程式了 所以它就是一个什么 又是一种最佳化 好 然后再来是刚才提过这个Test Truck 它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东西 你可以讲一个size 如果你把这个Test Truck 它在编译之后呢 它这个 它占有空间就占得 将近有7K的空间 所以你看 每一个Test Truck 它没做什么事 它就占7K的空间 而且这个东西 随着版本 随着你打开的Linx Chrome的主态 会导致不同的内容 有可能会变更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非常之麻烦 而且更麻烦的人还在后面 所以你看到说在这个来讲的话呢 它里面还会去描述什么 描述这个像这个SprayInfo 然后这个Stack 它是怎么涨的 就比方说它从最高的地方开始涨 然后还会去描述现在目前 它有个区块 就是在Test Truck里面 它有一个结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Test 那它就会去这边会去增长 这个必要的内容增长 然后再来是它会有 刚刚讲过这些状态 然后我们特别提到这个Interruptible 跟Uninterruptible 就是表示说我现在在什么 我能不能 我要不要处理这个Signal 那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 我再重新选 所以我从 我从Ready 还没执行的这个 有排程器干嘛 就排程器去排 所以我排程器一旦排好之后 它就这样 觉得不会立刻执行 它还会过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Schedule本身 它决定要排这件事之后 它不会立刻变断0 其实它要 就还会有个切换 所以它会有个Schedule 本身也会有个Latency 我这么叫做Schedule Latency 跟ScheduleDuration 好 那总之呢 我一旦排的时候呢 但是有可能遇到 刚才前面讲的抢亲 这个叫Preempt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 那个 发生的那种Preemption 所以这会不会被Preempt 好 然后呢 有可能会遇到什么 会遇到刚才前面讲的 这些Blocking 等待IO 所以会陷入这种等待Blocking的状态 然后 然后呢 那最后呢 呼叫这个Exit 然后这样就把这个资源释放掉 好 好 然后前面有提到 就是说这个Init 它的那个PID 它是什么 它是1 那为什么不是从0开始呢 为了B开什么Folk 对 Folk等下讲的话 还记得那回传值吧 0 Char里面的回传值 Char的回传值是0 所以用这个东西的B开 然后呢 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Folk啦 提到这个Copy and Write 这个Folk很快做什么 做这个 5块之后做这个 ES17 这样这样操作 然后除了这以外呢 Folk还会做一件事就是说 因为如果每一次呢都 很积极的去把内容原封 用把它Copy到新的这个发行 是很耗资源的 很耗时间的 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也不是那么必要 所以只有在参照 参照或者说在对应的时候呢 我才建立新的Page 那其他时候呢 我可能就可以重用原有的Page 底下就讲的比较细啊 就是说这个 这东西Folk到底怎么怎么实做的 那其实它也是透过这个什么 这个 这个 这个Chrome系统步骤去做出来的 嗯 然后呢 我们有前面提到这个像这个 Thread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 它是共享 共享同一个 同一个什么 同一个 同一个 然后就由这个神奇的 Chrome做出来的 又可以做什么 又可以建立Process 又可以建立Writing 然后注意到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 我们之后还会再探讨 就是讲这个 这个是涉及到跟Linus kernel追踪的地方有关 然后 总之呢 这个东西的追踪很有趣 就是你会发现 Chrome跟Folk 有很多程式码是共用的 这也是Linus里面比较曖昧 反正你读了程式码就知道 为什么我会讲曖昧 那很讨厌 就是有时候转一转去 好 然后注意到一件事 Kernel内部有个东西 也有个东西 Kernel Thread 那它跟User实际很像 它都可以排成 注意到 Kernel Thread 它可以排成 然后呢 但是Kernel Thread 它没有自己的Edge Space 所以注意到另一个东西 所以它Edge Space怎么来 是由这个User 所以这种东西要指派过去 所以Kernel Thread它操作的时候 它要改变内容的时候 它要去问 我现在要改变 我现在如果有跟User的Thread 有建立观点的话 那我要去改哪一个context 我要去改哪一个text truck 要特别注意到这个东西 然后 这个Kernel Thread在实作 像这个Vocube 前面讲的Vocube 或是做这个Nobelance 或是做所谓的Migration 是没有用的东西 然后呢 在这个整个 系统来讲的话 你如果用PS的话 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很奇怪的东西 有时候可以看到这有加一个方括号的东西 方括号就是指什么呢 就是 它就是 Kernel Thread 然后呢 注意到一件事呢 PID唯一的东西是什么 它是第一个User Space的程式 但是在Linux来讲 2是很好玩的东西 2 是Kernel Thread 注意到后面有个D D D表示一个Demon 一个Bitch程式 所以注意到 在所有的Kernel Thread 都是从K Thread 出来 K Thread D出来 所以你看 注意到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是Kernel Thread 所以其他的东西也是从它过来的 所以其他的Kernel Thread 出来建立 所以看到 开机的过程中 前面几个PID 都是Kernel Thread 然后注意到 这个东西的列表 会随着Kernel 改版 会变得更多 然后 看到现在很累 还是Kernel Thread 你看到下一个User Space的Process 已经很远了 看到现在看到 快点 User Space 好 终于看到了 对 好不容易 在这边终于看到了 那你说 那其他的地方跑去哪里 其他的 是执行完可能就关掉 就是在开机的过程中 会有建立很多新的User Space的Process 但是它因为执行完就看不到 所以你看 你这边就不会看到他们的PID 然后呢 那执行过程中也会建立新的Kernel Thread 所以注意到 这是从这边来的 那我们这里也会来探讨 Kernel Thread 然后 再来是 再来是 Thread的结束 那 基本上就是 会有一个Exit 然后 在我们有一个讲座叫做 你所不知道西元 然后在 西的 执行时期的 那个 执行时期的 韩式库 那有提到 提到 像 它有一个东西叫 西装探 那西装探 基本上就会呼叫到 Exit 做这个 气质 做资源释放 像这样讲那些什么 集体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也是搭配 让你看那个 看那个程式 那 Process的Termination 其实是很麻烦的事情 因为 其实不是说结束要结束 因为你要考虑到什么 像Folk的情境 Folk在等 对不对 像那个wait的情境 对 比如说有一个 有一个系统物件叫wait 这个 它可以去等 wait一个process 然后 可是问题 如果你等待人 已经 已经资源释放掉怎么办 你看 原本一个程式是 一人做事一人当 对不对 但是有人就是要验票 不是 就是有些人就是在意另外一个人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原本一个程式是 假设有两个程式 那两个程式 平常时候它是都是各自关联 对不对 什么时候要结束就结束 那可能遇到 或者遇到 Signal 或者它就Stop 不止行了 可是呢 一旦有一个程式 比方说丁丁 就是要去等柯文哲 对不对 要等这个中选会 啊 选举不公啦 我要诉讼啦 可是 中选会可能七早八早就这样 这个东西我们验票验完啦 你没有缴 没有缴这个必要的保证金 我不管你 可是丁丁 他可能还傻傻还等 这件事的改变 所以你看 明明就一间 一个process的结束 但是导致另外一个process 这样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状况 那如果这种东西多了 那就很可怕 就是像前面讲 有些中逼就跑出来 所以注意到 这东西呢 资源释放不是那么单纯的事情 科努维尔这件事 花的心思可多了 所以你看这些相关的资源都要释放 我们讲的资源不是只有配置的机体 不是只有那个heap上 不然说什么呢 不然说档案系统 不然说网路 不然说 这个CPU的 一些前面讲的 不是讲这个CPU的topolage 这件事都是有关系的 好 所以在这边来讲 要注意到 线外比较小看这个玩意 这个还有什么signal的处理 这个其实你真的去看程式板 这边多的是 好 那接着呢 就刚才讲到这个记忆体的部分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一个稀疏的 稀疏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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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的串接 那就把这些资料 串接起来 但是因为定值的空间很大 所以其实呢 它是一个很稀疏的 所以像画面中看到这个洞 其实是很大的 这个不是 它不是一个 就是 它只是一个示意图 那其实这个 这个区块可能会切得很零碎 好 那所以总之呢 在整个Linus Kernel 会花很大心思去追踪 追踪这些东西 那我们后来也提到说 甚至还透过这种红灰素 去让你去让你 检索可以变得更 就是在 时间上可以更有效率 那这边来讲的话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在这边来讲的话 一个程式在执行 其实它 会分这个 Tax section Data section BSA section 这个 可以先查一下资料 那就 在讲说 它的这个各自在做什么事 那总之 一个程式在执行起来 所以你看到 它其实分的 议题 其实真的还蛮多的 那我们先跳入 这个部分 希望先带着大家建立一个 概况 那你也可以从这个过程中发现 其实 Lens kernel 复杂 复杂在两个地方 这些东西全部都要考虑到 然后 这个议题呢 你看光我卷页就要卷很久了 这个是在Lens kernel里面 大量存在 大量存在的一个部分 那不然说像刚才这个 Pagetable M&U 然后这个东西 都是有关的 然后 我终于可以快到结束的地方 那 那这边就帮大家总结 所以一个Process呢 到底有什么东西构成呢 从这个 记忆题 对应的档案操作 像刚才讲的Map那些操作 然后还有它的那些 必要的那些 暂停下来它的坑统的一个状态 坑统一些 那个状态 还有帮它各自处理器的状态 这边写得清楚 然后一个程式执行 就会有对应的那个code data 所以你看到 我们前面讲的一些程式 那 Process就是一个活着程式的一个什么 一个 一个表征 一个抽象程 所以事实上呢 你 为什么我们在之前有讲过说 你要了解Linux 一定要对西元很熟 因为很多程式是用西元写的 然后就算 程式码 看起来不是用西元写的 但底层还可能是西 像Java 你可能觉得你用Java的程式写程式错 因为Java的Virture Machine 是用西加加写的 所以底层呢 那套模式还是西元那一套 所以你要知道说 像Hip怎么长啦 你的Stack啦 那机体做了什么事 然后 除了这一外呢 你还要了解什么 它的这个 必要的Memory layout 所以比方说像Hip 是在 像你配置那个 配置那个 呼叫Maylog 那它就通过Hip 或者通过 然后以及搭配 Map 搭配SBRK 这样的一个系统呼叫 去让你 配置 配置 配置空间 然后呢 再来是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这个 process的状态 然后 还有包含它的优先权 以及很多其他相关的知识 然后呢 再来是 process之前 会有一些阶层 那阶层怎么来 就通过什么 就通过那个Folk 来的 因为Folk的时候会有这个PID PPID Parent ID 所以这个就是 chile process 那你在这个 你在 Linus上 可以透过这个 PSTree 这个东西 超好用 所以就是让你去观察 那个 观察一个 一个系统 一个系统 所以你看 第一个 第一个程式 第一个 user space 的PID 是什么 是这个 systemd 那以前叫做 以前叫做 init 好你看 那这个所有 所有 这么多程式都是什么 从这边Folk来的 然后呢 你看这边来讲 Duck 那这Duck 哇 好多container 各种container 有些跟什么 区块链有关 有些跟我们的实验有关 所以 所以这个东西就很 让你很清楚 可以知道什么 我这个container 在做什么事 所以你就不会遇到 那种 谁摔理性的状况 这个东西都是有拼有去 对 那就不用 不用跟那个什么 罗鼠蕾啊 跟那个谁 纠缠不尽 不用 你今天有了这个PSTree 你就可以追踪 一路的这个观点 好 然后呢 这个 所以你可以发现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我们今天讲这个 讲这些process 其实它是 就是 我们讲这一路的观念 以及包含说 这一份同学片 这一份同学片 我们没有讲那么细 但因为我们还在继续讲 但是你可以发现 这个好玩的事情 为什么多次讲说 大家不要直接去看 是吗 因为你一定会瞬间迷失 比方说你看到画面 就是 是吗 对不对 光看党名就看不懂 对不对 Current 这到底什么东西 对不对 你根本看不出这是在干嘛 但是 你去思考那个 刚刚讲process就懂 对不对 process 把目前的这个程式 执行中间的程式 把它抽象化 那我至于 我是在哪一个CPU去执行 好 那这个东西涉及到 我什么 涉及到我们的run queue 对吧 run queue 是什么 在每一个 就是 每一个执行的任务 就是 就是 每一个 任务 在run queue里面选出来的任务 会在一个 给定的CPU上执行 好 所以你大概猜得出来 这段程式吧 其实要干嘛 其实是看说 目前这个process 这个任务 它到底什么 现在是要在哪一个什么 哪一个CPU执行 对不对 看得出来这个 所以你看 这个东西 虽然它已经不是靠注解 程式码的注解 可以理解的 不可能 而且 注解写再多 可能也没用 因为上面讲的观点 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一定要 什么 把观点想懂 再去看程式码 才会有那个什么 才会有这个 四倍功半的 不是 四半功倍 如果你直接看程式码 就是 就是 为这个四倍功半 那这完全不是我们要的 那个效果 好 然后在最后呢 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就是 再讲什么 那讲这个 一个 一个process 到底怎么 被 产生出来的 好 那我们前面有提到 那个init 对不对 就是讲到这个init 这个pid 唯一的东西 那底下呢 就是你可以搭配看看 刚才那一份投影片 因为 这 这份投影片是写的很详尽的 那比较尴尬的 比方是 嗯 它在那个 process怎么建立这个写的比较有限 那你可以搭配看这篇文章 跟你讲说 它就写很细 就是从这个 你可以跟着做这个实验 就是说 它就是去做这个实验 那做完实验呢 然后去看说 从EF的结构 然后去看它对应的那个什么 init source code 那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怎么被建立起来 以及你怎么去观察 那在更后面的地方 还是去回复什么 回去思考一下这个 c long time 到底怎么去实做 所以这个东西 你可以搭配做实验 这是一个很好的实验 然后可以让你理解说 它每一个环节 就是说 一个在user space 这个层次怎么去被建立起来的 那当然你可以对应看说 init在做什么事 那最重要的是说 你去追踪它的那个关联 那当然你会发现说 讲到现在为止 你会觉得很晕 这个三个小时在讲这些东西 然后以前又是记忆体 又是转转转去 就觉得很没有系统 那我只能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 那你当然会看到一些同影片 把它讲得比较简洁 但是说真的 这个东西 这样的呈现不见得会对你有帮助 因为它毕竟 就是你在学习过程 一定是下指模像 一定是先算着脉络 再看另外一个脉络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透过像这样的实验 然后你去反复去思考 好 好 那我们这次的这个讲座先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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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